第1921章 青云重生 天弓神剑 李天命刚从日和位置出来 他用衣物盖住了左臂 要不然谁都能看到 他这只手臂被烧得像是通红的铁条 这一段时间用恒星圆内和持续断烧 李天命能感受到摩天臂的蜕变 这是一种全方位的血肉强化 不只是那六边形龙鳞变硬 其内部每一个部分都在他的太古混沌巨兽之躯上强化 加上青灵塔拥有很强的血肉修复能力 所以他的摩天臂上线可能在其他窃天一族之上 如今在看这只手 他越来越像是一种魔爪 不断是六边形如风潮结构般的鳞片 还是那血红色的指甲 还有掌心的太极窃天之眼 都显得凶煞且变幻莫测 李天命使用神醉剑 来测试这只手臂暂时的硬度 神醉剑作为九阶秩序神兵 主体由无相兵精构建 可以说是太阳上最锋利的兵器了 这时候的神醉剑 还是能切开黑暗壁的鳞片 伤到血肉 但 寻常六七阶的秩序神兵 砍在这只手上 一点事都没有 完全可以空手接白刃 这只是刚开始 这样锻造下去 总有一天 光是我这条手臂 它本身就相当于八九阶的秩序神兵 再加上我为剑体 身体就有神灾剑气 那我这摩天臂 就是实打实的顶尖兵器 虽然过程撕心裂肺 但为了未来 能够施展出那洞川星辰的通天指 李天命拼了 摩天臂这一方面 基本上能循序渐进 但第九剑这部分 就有点难搞了 这是让李天命惆怅的地方 完全没有头绪 越着急 越没有 据说天狼星都快把太阳加住了 关键是 它还看不见 强敌在侧 哪怕现在对抗者不是它 在这恒星园战争面前 胜负牵扯万亿生灵 它都不可能安静自然 总而言之 现在真不是沉下星来炼剑的时候 炼剑和危难 形成了矛盾 抬头望天 李天命心事重重 不过幸好这时候 圣龙皇他们算是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 他们基本上 接受了无字神殿和无梦先国 这两大天榜前三势力的上神 万龙神山之战后 天神剑宗等宗门不战而退 最终就剩下无字神殿和无梦先国 他们基本上都属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同样不攻自破 导致接近二十亿上神 无家可归 无字神殿和无梦先国 具体情况不同 但有一点是一致的 那就是 这两大势力之中 主体士族只占据核心部分 比如说无梦先族 实际上无梦先国境内 大多数生灵也都是万宗土著 只是被无梦先族统御 无字神殿则更复杂 统治的士族都在换 有一些天狼皇族的影子 不过他们和无梦先国一样 除了最顶层的中下层基本上也是太阳土著 如今 无梦先军死了 无字神殿的高层也被帝尊解决 两大宗门守护结界被迫 这些太阳土著们 基本上都失去了家园 陷入了和万宗同胞们一样的境遇 圣龙皇他们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 和这两大势力游离的 分裂的小族取得了联系 得知他们也渴望进天宫神界 愿意追随李天命 于是 水到渠成 除了蓝泄星海 和一蹶不振的战神族 万宗天榜前十的基础势力 全部归入李天命主导的天宫 甚至有很大一部分无梦先族 在微声漠然的劝说之下 选择归顺李天命 于是 天宫神界内 还迎来了一批无梦先族的强者 数量还不少 这样一来 天宫神界内的上神数量 达到了220多亿 这才是真正的万宗合体 李天命一点都不担心 这些后进来的人 在关键时刻叛变 那是因为 他们从弃城而逃 到流离失所 再到惊慌恐惧 最后对天宫神界和李天命产生渴望 这一切的心路历程 都在银沉的监控之下 这两大势力 早就失去了主心谷 剩下的一盘散沙 回归了太阳土著的身份 被李天命轻风接管 现在可以说 是现在有史以来最统一的一次 人员前所未有的齐全 天宫神界内 大家都找到了组织 氛围非常好 我提议 如果我们万宗 真有夺回疆土的一天 就别再分裂了 我们以天命为帝皇 建造一个占据太阳一半面积的超级皇朝 以天宫为都城 以万龙神山 梦中城等十大伏地为十大巨城 以皇朝制度管辖 统于天下 统心协力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保证千秋万代 都压倒秩序天族 这些话 可不是李天命自己说的 最近天宫之内 到处都在传 关键是 虽然有一部分人不太习惯 但基本上没人出言反对 哪怕是万宗 很多小宗们的宗主 都表示支持 整个天宫神界内 基本都和李天命有众生线牵连 可以说 万龙神山的逆行 天宫神界的诞生 让李天命真正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这种认可 足以让他们放弃原来的宗门 跟随李天命一起建立新的皇朝 李天命并不矫情 说实话 这是他的终极目标 一统的盛世才能放开争端 同心协力 这样的万宗才能真正在太阳之上抬起头 但 距离这个目标 眼前还有两座大山 秩序天族和天狼星 这两座大山不搬开 就不会有太阳天命皇朝 天宫神界虽然大 但 龟缩永远不是万宗的千秋大计 正因为如此 如今天狼星降临 李天命已经坐不住了 他回到天宫神界内 来到了两百多亿上神面前 无天之境内 到处都是人 他们以赤裂目光 将激情和热血 都交付给了李天命 李天命只能让他们积极备战 随时准备为太阳 万宗而战 然后 他点了一支三千万人的大军 这三千万人的实力 是万宗最顶尖的 所有人都在星象神境第八阶以上 等于就是两千万的星象神境巅峰 加上原先的一千万神阳王境 曾经清魂殿的十万剑修 就是这个实力层次 三千万最强精锐 在这两百多亿人之中 他们每一个都是主心骨 很多都是宗门之主 李天命重启九龙地藏 将这三千万万宗强者 带入了星海神剑当中 因为他已经把树种移开了 所以现在九龙地藏内 空间十分充裕 三千万人在其中 可以行动自如 一旦地藏九个大门打开 他们出入的速度也会很快 李天命重新编制 将这三千万人分为九支军团 他们对应九座龙宫的名字 分别是阎龙军 银龙军 血龙军 黑龙军等等 最后是最强的一支地龙军 这支地龙军 一共有三百万人 基本上有九龙地军的强者组成 属于九龙地军的高层 这九支军团暂时为李天命 新的地藏大军跟随他行动 第1922章 白色苍天 圣龙皇他们帮忙组建的时候 根据每个宗门御寿师的特点 来划分这九支军团 可以做到互补 这样一来 李天命等于抽掉了整个天宫 神剑内的强者 帝尊封闭炎黄守护杰剑 不让我插手 我只能带着万宗强者 以九龙地藏为小基地 来快速随机应变 九龙地藏容纳有限 所以李天命干脆挑选了最快 最强的三千万人 人数多了 反而臃肿 影响调遣速度 三千万最强者 配合李天命和九龙地藏 这样的组合 就算秩序天族那边出问题 李天命也能应急 至于天宫神剑内的万宗上神 最终会不会在这场恒星园战争中出来 只能看局面发展 他们不但会受到天狼心威胁 也会受到秩序天族威胁 我没法轻易调动他们 天宫神剑 因为是聚变结界的延伸 所以对结界零线力量的需求比较小 就算我不在结界内 也能动用恒星园的力量 让天宫神剑保持最强状态 这也是李天命敢离开天宫神剑 还把强者带走的理由 还有第二个理由 那就是 九龙地藏蜕变了 它从运输工具 变成了超级兵器 攻击 防御 速度 完全蜕变 不再只能挨揍 最可怕的是 光是地龙宫储存的微型恒星园力量 都比太阳神宫那两个眼睛 加起来都还要多五成 他的威力 李天命心里有数 想一想清明帝尊的下场 李天命就知道 只要他不从九龙地藏里出来 太阳帝尊奈何不了他 而且 当众生线飙升到两百亿后 真要打起来 他也未必耸帝尊 他现在除了炎皇冠 和炎皇守护结界 优势也没那么大 因此 李天命决定 驾驭九龙地藏 带着三千万最强大军 冲出天宫神剑 出发 他的身边带上了叶凌峰 李清宇 微声漠然 还有嚷着要跟上来大战的余子谦 还有龙婉婴 至于圣龙皇 北斗剑尊他们这些前辈 则留在天宫神界内 坐镇大后方 出发之前 李天命将所有的树种 都栽在了无天之境内 排列得很整齐 让他们开始生根发芽 地藏有了恒星园 已经彻底用不上他们 接下来 生根发芽 吸收恒星园成长 接出草木神灵 乃是他们的新使命 以青云神木的效率来看 他们能放大恒星园的效用 接出更多的果子 以造福苍生 只要他们成长起来 三十五对青云神木 天宫神界内 再也不用愁草木神灵 以前青云神木 诞生在平级的青云大陆 都有这么好的效用 他们如今都栽在了太阳上最好的地方 他们的未来 一定会比青云神木更好吧 这也算是李天命 给青云神木的交代 起码天宫神界内 是非常安全的 他想起了青云大陆上 人类和神木 共存生生不息的画面 太阳太过火热 灼热使人暴躁 而神木能带来生机和阴凉 给太阳降点温度 人和人之间多个温情 挺好的 畅想着他们 未来长大的样子 李天命感觉很美好 为了这份美好 他们这些人 也必须得加倍努力去争取 守卫 翁翁 无天火柱 怒火冲天 轰隆 一座九龙巨城 从火柱内冲出 飞向云霄 全新的九龙地藏 九龙纠缠 其表面覆盖着厚重的龙铃 龙铃上流转着无数天神纹 组合成顶级的移动结界 看起来无坚不摧 地藏内 三千万万宗强者 都眼含热火 随时准备出战 九支军团 分别住在九个龙手内 每个龙手三百万人左右 李天命则带着自己最亲近的一批人 站在地藏内部 一边操纵着九龙地藏在火烧云之下飞行 一边看着如今的万宗疆域 曾经繁华的世界 现在人人都缩了起来 放眼望去 除了炎黄神柱附近的秩序天足 基本上整个世界都没什么人气 九龙地藏飞越过万龙神山 那边的尸体仍然很多 清明幽渊也被带走了 这就是炎黄守护结界吗 李天命抬高九龙地藏 飞到了火烧云下方 可以看到火烧云上 无数金红色天神闻游走 这厚重的火海当中 仿佛有无尽的野兽在咆哮 轰轰轰 火烧云加持结界 直接成了死亡天倩 李天命和万宗 也等于被帝尊所死在这太阳之上 根本出不去 因为炎黄守护结界的不确定性 连李天命自己都不敢进其中 不能穿过这层结界 就永远不知道战况 对天狼星也没半点了解 信息全部封闭 生死全看他人 这帝尊要是赢了还好 万一他要输了 别人直接轰开巨变结界 我们也要跟着遭殃 而且 这种事很可能会是必然 毕竟天狼星的势力 八倍于秩序天足 龙婉迎忧心忡忡 八倍 这是怎么算的 很简单 按照恒星元体量算 两个天狼星加起来 体量达到太阳四倍 而秩序天足 只是太阳的一半势力 万宗都还没吃下 李天命同样不知道 帝尊一个人顶上去 他的底气在哪里 不出意外是炎皇冠和这结界 但 这都是几百万年前的东西了 真的有用 谨慎起见 龙婉迎保持怀疑 他们心里都没跌 帝尊太让人捉摸不透了 有时候搞不定他到底是恐怖 还是自大狂 很多人都是这种意见 李天命没怎么说话 就在这时候 他驾驭着九龙地藏 朝着炎皇守护结界撞上去 你干嘛 龙婉迎连忙问 李天命低声道 地藏也是炎皇帝心的遗物 属于炎皇神族 说不定炎皇守护结界 不会拦他呢 李天命之所以这样猜测 也是因为 当他将九龙地藏飞在火烧云之下的时候 没引起这火烧云任何排斥 正常来说 如果是敌军星海神剑的话 这种级别的守护结界 就算不主动攻击 都会如临大敌 他也是对现在的地藏自信 才敢一世 抓紧了 李天命大吼一声 众人一惊 这明显就是要飙车了 轰轰轰 九龙地藏燃烧着九种烈火 轰燃冲进火烧云 嗡 第一时间 他就撞入了其中 果然 惊喜之色 涌现到李天命的脸上 如他所料 炎皇守护结界 确实对九龙地藏 没有丝毫反应 这其实正常 地藏和炎皇官 都是炎皇神族的神物 正常来说 炎皇守护结界 怎么会阻拦自家的神物 他之前没想到这一点 就是太紧张了 轰轰轰 只要不阻拦 对李天命来说 火烧云这数十万米的厚度 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火海滚滚向后 万千火焰巨兽 汇聚在九龙地藏身后 发出真正兴奋的咆哮 跟着地藏一起前行 就跟是找到了兽王似的 轰隆 下一个瞬间 九龙地藏就冲出了火烧云 李天命直接停住 没有全部冲出去 因为只用这样 他就能看到外面了 当火海退散 星雨落在眼帘上的时候 李天命的双眼 直接被刺成了白色 那是因为 一个三倍巨大的超级白色星辰 就这样降临在他的头顶上 那灼烧的苍白烈火 看起来比太阳还要残暴 而且就在这时候 那白色星辰上 无数人影闪动 组成密密麻麻的大军 冲出星空 在天际排阵 李天命知道 这场恒星园战争会来得很快 但是他没想到 就是现在 第1923章 无知鸿图 怒火汹涌 万寿奔腾的火烧云中 一个灼烧的巨大黄金人头 正在其中穿行 在这人头上 无数龙形长发飞舞 和这人头完美结合 这或许也证明 太阳神宫 也是双神血脉时代的产物 李天命已经向圣龙皇求证过 得出结论是 使龙洞本源之龙 很可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传说 也就是说 轩缘龙族不但来自炎黄神族 而且还是其中主流 曾经双神血脉中 最强的模式 就是龙家石神 在木屋的那一幅画里 李天命在炎黄帝心上 看到最多 最强的双神血脉 就是神龙玉兽师 和石神双修 当然了 使龙洞和双神血脉 和神龙玉兽师 或许也有联系 毕竟九龙帝尊 似乎和这个地方产生了牵连 太阳神宫内的九龙皇座 或许是后来人打造 但整座神宫的外形 这不是后人能改变的 此时 太阳神宫内 烈火熊熊的大殿之中 一具焚烧着赤色和金色火焰的光果 盖上光盖 紧紧封闭 忽然 光果震动 关盖轰然飞起 冲向上空 而后轰然砸下 像是一座墓碑 树立在大殿上 引发整座大殿 轰然震动 聚观之内 两个魁梧男子 相对而握 彼此都用双手握住对方的肩膀 两人都躺在烧红的金红色铁水当中 无数的天神闻 在他们身躯上交互流转 忽然 那金色魁梧男子睁开眼睛 松开手 在这光果当中爬了起来 跳出了光果 一双金色眼睛爆发出刺眼的金芒 大殿内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柔美端庄的女人 戴着黄袍 上来给金发男子披上 她正是太阳帝尊 穿好衣物后 太阳帝尊手里出现了一个球形的结界盒 她双目注视其中 双手掌控 陡然之间 太阳神功就疯狂加速 撕裂火海 轰然前行 开战了吗 地后轻声柔软地问 她的声音一直很细 不像是一个妻子 倒像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丫鬟 还没呢 这帮狼崽子还得示威一会儿 太阳帝尊目视前方 眼神越来越赤裂 看起来很暴躁 那现在这事 太阳神功就像是盯上猎物似的前进 肯定是有目标的 九龙地藏 竟炎黄守护结界了 太阳帝尊咬牙道 说出这句话 她嘴角微微勾起 看起来是笑 又透着一些暴力 这怎么可能呢 你不是说 没你的允许 除了你的人 谁都没法通过炎黄守护结界吗 帝后疑惑地问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太阳帝尊道 什么 地藏 并非来自别的星辰 它也是 那个时代的产物 甚至 本尊一直都没找到炎黄巨变结界的核心 虽然地藏是星海神剑 可炎黄关 都能是炎黄守护结界的掌控核心 星海神剑 为什么不行 说到这里 她眼中烈火更胜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岂不是说明 那个小孩占据的先机 比你还多 众所周知 巨变结界比 守护结界重要 帝后忧心道 那可不一定 我自小得到炎黄关 琢磨了一生 而她得到地藏 只有短短几年 曾经九龙帝尊如此天才 也没从地藏那得到超过我的成就 她对史前之事一无所知 更难领会 太阳帝尊 沉声道 李天命从木屋那 知晓了炎黄帝心的事情 不过她没有声张 现在的知情者 只有核心几个人物 万一她知道了呢 比如说天弓神界 以前也没听你说 她能扩张到这种程度 帝后问 天弓神界是太阳巨变结界的延伸 她杀了无形虫 掌握了太阳界和 扩张天弓神界也正常 我只是没想到 她真的能杀无形虫 她其实知道 无形虫在她的老巢 会有多么难对付 本来还以为 无形虫能顺道解决她呢 帝后忧怨道 太阳帝尊没有说话 那太阳神功居越来越快 所以你这是 想夺得九龙地藏吗 地藏毕竟没什么杀伤力 防御力也一般 这小孩敢驾驭着她贸然出来 碰上现在威力全胜的太阳神功 我们确实有机会 一旦拿到九龙地藏 那就等于太阳彻头彻尾 都掌控在你手里了 由你来研究九龙地藏 也会更合适 帝后想到这里 表情变得狂热了起来 她亦十分期待 听说九龙地藏 开始吸收压缩恒星源了 这才是她赶出来的根本 至于地藏到底有无威力 试一试 那就知道了 不过 你说得对 既然她有可能是 炎黄巨变结界的核心 那么 她迟早属于本尊 这是完成无知宏图 最重要的一步 她的声音 越老越沙哑 那 你还想把她 打造成自己的兵器吗 帝后问 太阳帝尊先是低头 然后再摇头 道 可能是因为李无敌的命魂干扰 让我总是产生 想利用这孩子的机会 其实一直拖着 反而是在给她机会 这才是那死人真正的目的 本尊 不能上当 所以 如果有机会斩杀 别再被干扰了 说吧 她回头 盯了那光果中的红发 沉睡男人一眼 目光复杂 帝后也回头看着那人 她 真的已经是你另一个身体了吗 帝后悠悠问 当然 炎黄关的威力 就是这么神妙 她可不是生命的终点 而是生命的起点 帝尊深吸一口气 道 比如说 我想睁开眼睛 她就会睁开眼睛 不用言语吩咐 她刚说完 巨关内的红发男子 就睁开了眼睛 然后 红发男子从里面出来 来到了两人眼前 甚至将他的手 搭在了地后的肩膀上 还坏坏地捏了一下他的脸 跟他说 现在 你明白了吗 懂了 命魂在关 控制两个躯体 而关中命魂的主体 是你吞了他 帝后低头道 说实话 让另一个男人 如此轻挑地碰触他的身体 他还不太习惯 但是帝尊本人 毫不在意 只有帝后 习惯性地认为 金发那一个 才是真正的他 所以 他下意识地 都在朝着他靠近 刚说到这里 他们就到达了目的地 轰隆 前方火海云雾散开 火焰深处 九龙怒吼 一个浑身覆盖厚重龙鳞的战斗机器 出现在太阳神宫之前 此时的九龙地藏 已经完全变了样 从一座类似城池的存在 变成了九龙合体的巨兽 第1924章 九龙恋神 那九个龙手 高高扬起 在这火海之中 冰冷地看着黄金人头 其中代表地龙的龙手上 李天命出现在龙嘴的位置 其白发在怒火中飞扬 身怀众生之力 自然底气雄魂 他盯着那双眼灼热的太阳神宫 朗声道 大敌当前 帝尊不率兵迎战 还来找我做什么 轰轰轰 太阳神宫的巨嘴张开 一个金发 一个红发 两个魁梧男子并排站在那里 他们气势旗鼓相当 神威震天 两人以灼热的目光 看着全新的九龙地藏 紧接着 他们一口同声说话 天狼星入侵秩序之地 如今太阳危难 而你们万宗 只敢龟缩天宫神界 混吃等死 既然如此 这九龙地藏 还不如借本尊一用 以对抗强敌 守护太阳 听到这话 李天命忍不住笑了 他也笑不了多久 因为多看极眼李无敌 心里还是难受 而且他很难想象 当李天命看到他的父亲 如今形如木偶 站在对立面的时候 他的心情 又会难受到什么地步 别扯了 谁都可以守护太阳 既然至今为止 你还用狼子野心的态度 和我说话 那就各打各的 若太阳还能有生机 我们万宗再和你这暴君 一决生死 奋出胜负 而我义父和我妹妹的一切 我义会让你付出代价 说完后 李天命打算闭上龙嘴 回到地藏内 大敌当前 多说无意 在他转身的时候 身后的帝尊却道 说起你妹妹 我宝贝闺女就在地藏内吧 他最近一定很难受 那就请你帮本尊告诉他 风雨之后才有彩虹 经历过这次艰险 它会是新的奇迹 也会是本尊 最完美的作品 如果只是太阳帝尊 说这段话 那也没什么 关键是 他们是两个人 几乎同时 同步说的 这种话 由李无敌之嘴说出口 确实让人绝望 这也让李天命心里 凭空生出一堆火气 头顶天狼星 正在排兵布阵 身为太阳帝尊 他还在这纠缠 李天命直接把九龙地藏关死 刚刚关闭 眼前温度陡然增加 一股灼热之息 锁定了九龙地藏 李天命往前方看去 只见对面两人 也回到了太阳神宫内 但是 那太阳神宫 却朝着九龙地藏靠近 就如捕猎似的冲了过来 而且 他正在酝酿神宫之怒 一时间 恐怖的恒星猿力量 在黄金人头的嘴巴聚集 本尊 想我闺女了 还是让我亲自见见他吧 帝尊震耳欲聋的声音 在九龙地藏内回荡 哼 还以为这是几个月前的福神谷 九龙地藏 是你太阳神宫的猎物吗 那一天 要不是太阳神宫力量消耗干净 九龙地藏可能都逃不了 可这一次 李天命并没有逃 外敌当前 这太阳地尊 竟然还敢对自己动手 李天命也不准备跟他客气 可以 我还想找机会 试一试九龙地藏的杀伤力呢 来得真是时候 李天命本来是打算 将地藏的怒火 倾泻到天狼星大军头上了 没关系 我今天带的微型恒星猿足够 给你一发也不碍事 九龙地藏 终于要作为星海神剑进攻 这让地藏内的万宗强者们 心情都格外振奋 星海神剑对决 这等画面之大气磅礴 仅次于恒星猿对撞了吧 万众瞩目之中 李天命手里的船舵节节变形 一个巨大的炮筒 出现在其手里 当他手掌握住这炮筒的时候 星剑河的天神文 和他的手 几乎融合到了一起 瞄准 正巧他的手上有窃天之眼 这单眼用来瞄准更合适不过 通过那炮筒节节 李天命精准地锁定了 那在眼前不断飘逸走位的太阳神弓 虽然在开船上 我和你比起来是新手 不过 照样轰你 这和李天命的窃天之眼 有一定关系 开启 轰轰轰 九龙地藏轰然震动 磅礴的力量 从地龙宫的恒星猿当中爆发 朝着九个龙手冲击而去 那微型恒星猿的力量 几乎从众人身边掠过 巨大的动静 和磅礴的力量 让这三千万强者 都站立不稳 内心狂热且震动 嗡 九龙地藏的威力 全力积蓄 从外界可以明显看到 地藏的九个龙手上 出现了九个不同颜色的能量球 它们轰然震动 响彻天地 与此同时不断扩张 增大 直到九个巨大能量球 碰撞到了一起 开始融合 轰轰轰 来自地龙宫的恒星猿 在星海节节的转变之下 压缩 转化 成了终极杀伤力 几乎将九龙地藏吞没 任凭太阳神宫不断飘移 九龙地藏窥然不动 九种颜色的能量球 融合在一起后 形成了一个超级球体 这球体内外一共九层 每一层一种颜色 一种威力 它们只是暂时共存 一旦爆发出去 九层能量球会相互碰撞 瞬间失衡 造成毁天灭地的杀伤力 太阳神宫也在积蓄神宫之怒 他不放 李天命也不放 双方继续的微信恒星猿力量 越来越强 上限是100C 就在第三十C的时候 太阳神宫已经冲到了九龙地藏眼前 他已经化作了一个巨大的火球 就在这时候 一道滔天火焰柱 从他身上贯穿出来 冲向九龙地藏 轰隆 一时间 怒火吞没天地 整个世界都变成了赤红色 如此威力 当然让地藏内人人紧张 他们都看着李天命 只见那少年冷笑一声 他精准锁定太阳神宫 九龙炼神 这便是这九色能量球的名字 他的原理 和李天命九龙天结剑的第八剑天剑 炼神类似 轰 一个九层九色巨球 被九龙地藏甩出 瞬间爆发出通天彻地的九色光芒 他所到之处 无数的火烧云当场湮灭 包括炎黄守护结界在内 都被撕裂出了大一片的真控地带 这样的球体 就算在苍天之上 太阳表面的民众 都看到火烧云中 九色光芒穿透而下 好像天空都撕裂了一个洞窟 轰隆 第1925章 进军天狼星 当神功之怒和九龙 炼神撞击在一起的时候 无尽的火海爆炸而开 火烧云之下 亿万火雨形成暴雨倾盆 轰然砸在无数大陆上 整个世界都在火焰吞没 甚至 在天狼星的视角上 都能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烧云 炸出了一个九色漩涡 这个九色漩涡 就像是太阳忽然开了一只眼睛 以天狼星的视角看起来 还是挺恐怖的 在这场爆炸中 连九龙地葬都被震退 李天命的人天翻地覆 遭受剧烈的冲击 强烈的震荡 让一些强者都五脏六腑震动 不过 李天命还是笑了 因为他清楚地看到 太阳神功更惨 只能使用备用盒的神功之怒 直接就九龙炼神压制 那火焰柱被冲撞炸裂 九色能量球在破碎前 在太阳神功周围爆炸 直接将那黄金人头炸飞了出去 直接冲下火烧云 冲着浓重的黑烟 就像是陨落的巨型星辰一样 轰然砸在太阳上一片海洋上 撞出的岩浆飞上苍天 直接结成了一朵万龙神山 那么大的火花 不管太阳神功有没有受损 都能证明一个个事实 那就是 在没有太阳神轮的情况下 现在的九龙地葬 就是比太阳神功强 不止如此 它还比千星地成 圆圆星球 清明幽渊强 这还不是九龙地葬的终极形态 这样的一幕 对整个万宗来说 都是极其振奋的 因为说实话 在李天命出现前 帝尊真正碾压万宗的 就是这太阳神功 除此之外 万宗并没有落那么多 消息传回天宫神界 都引发了信仰的狂潮 新加入的无字神殿 和无梦先国修炼者 基本上也顺应人潮 相当于被拉入 李天命的信仰漩涡之中 成为了他的同道之人 万龙神山之败后 万宗的声势 回归到了高点 甚至前所未有的强悍 一个超级皇朝的雏形 就在天宫神界内诞生 智序天族 无疑在天狼心入侵前 就遭受了当头棒喝 不过 智序天族的信息传递 稍微差一些 真正看到太阳神功 被压制的人不多 现在智序天族 都在火烧云上备战 正因为如此 李天命没有继续用 九龙地藏赶尽杀绝 不出所料 太阳神功虽然被击落 有小幅度的破碎 但要真正毁灭它 那可没那么容易 很快李天命就看到那黄金人头 覆盖着滔天烈火 重新飞回了火烧云中 回到了李天命眼前 哈哈 太阳帝尊在那神功之内 放声大笑 一点都不像是失败者 他反而更加兴奋 说了一句 本尊猜对了 这句话 让摸不着头脑 李天命 真不错 你比我想象当中 还要难缠 你的九龙地藏 威力真是不错 他拍手 鼓掌 更像是一个疯子 然后呢 李天命道 看来本尊现在是吃不下你了 你的强势 赢得了本尊的尊重 你今日来到这里 看来 你是想为守卫太阳 贡献自己的力量 既然如此 本尊成全你 从此刻开始公告天下 秩序天族和万宗暂时休战 直到击溃天狼星为止 他当中漩涡 起码对秩序天族来说 有一定的公信力 但 万宗是不会相信这种休战书的 毕竟这家伙从来不按照透露出牌 他是个不要脸的人 随时都有可能撕毁和约 跟什么都没有似的 不用你成全 守卫太阳 我们万宗自己也能干 道不同不相为谋 今日外敌当前 我暂且饶过你 李天命冷笑道 帝尊哑然失笑 行啊 既然你这要牛 你去背面 天狼寒星将从那个方向入侵 很快就会降临了 那边交给你 太阳帝尊挑衅地说 天狼双星 一共有二 大的 白色烈火滚滚 名为天狼燕星 小的 白色寒潮无尽 整颗星辰如冰冻寒星 名为天狼寒星 李天命刚刚冒出头 看到的巨大白色星辰 就是天狼燕星 天狼燕星 三倍于太阳 它们也是天狼星的主力 清明帝尊和清明幽渊 属于天狼寒星 在另一个方向 和天狼燕星一起夹击秩序之地 你确定? 李天命咬牙问 废物交给你收拾 不美吗? 帝尊冷笑道 口气真大 李天命道 一般吧 起码上次捏死那老青狼 就跟捏死一只兔子似的 那边就剩下一个帝尊了 你要是顶不住 就没脸见万宗父老了 太阳帝尊呵呵道 哼 李天命知道 今天是不可能和他打下去的 现在处在一个 谁都拿不下谁的状态 还是天狼星要紧 李天命刚刚都看到他们集结了 这说明 留给太阳万宗的时间不多了 他懒得和帝尊纠缠 直接调转方向 朝着太阳的另一面飞驰而去 轰隆 九龙地藏 瞬息消失在黄金人头面前 来 小孩 看看谁 宰的狼更多 或许这时候 他的目光里 多少有点天才星星相惜的意思吧 但是很快 就会让血腥代替 轰隆 轰隆 不出意外 火烧云之外 已经传来了狼群捕猎时候的嚎叫 铺天盖地 洞穿火烧云 天狼星 开始进攻了 帝尊的眼神 变得更浓烈了起来 无数的杀鸡爆发 这种杀鸡 比他对付万宗的时候 要浓烈多了 本尊灭万宗 到头来只是同族相残 心中多少有些忐忑 然而等虎狼之辈 也赶来本尊脸上造刺 对无等爪牙无爪 意图喝无血 吃无肉 上一次 我炎黄帝星尚未开化 懵懂无知 都能挡住而等屠杀 而这一次 定让你们这群畜生明白 在这秩序星空中 谁是猎人 谁是猎物 他望着脚下这苍山大地 感慨万分 这一颗星辰 伪装围扬太久 而今日开始 得让他们明白 我们一族 才是食肉动物 哼 说完后 太阳神宫冲进了火烧云内 轰轰轰 火烧云上的炎黄守护结界 更加闪耀 爆发出夺目的光芒 完全进入战时状态 秩序天族 全军听令 屠杀妖狼 守卫国土 杀 从另一个层面说 此刻的太阳帝尊 又是一个真正的斗士 因为 他以半个杨凡级世界的势力 直面八倍以上的强敌 未曾变色 英勇直上 如果不是他 现在的太阳 起码秩序天族这边 已经崩盘了 在天狼星面前 这一颗灼烧的烈日 连绵羊都算不上 充其量 只是一只兔子 双狼出击 咬死一只兔子 又有河南 第1926章 第十个突起 天狼艳星这边声势浩大 已经开始大军压境 不出意外 他们的进攻 应该是同步的 也就是说 天狼韩星那边 应该也全军出动了 既然太阳帝尊决定在正面战场 对抗天狼艳星 李天命 万宗 亦都当仁不让 肩负对抗天狼韩星的任务 炎黄守护结界 能起到什么作用 都是未知数 我们都没资格小看天狼星 既然定下了目标 李天命自然会竭尽全力 去阻挡天狼韩星 轰轰 九龙地藏 就在火烧云之下 展开最大的速度飞行 拥有微型恒星源后 地藏的速度 比以前还要快 甚至可以说 比现在的太阳神功 都要快上五成 苍天之上 九龙共舞 此刻太阳之上任何变化 都牵动着万民的心 甚至包括一些刚出生的孩子 都知道此刻的太阳 面临着数百万年来最大的危难 一旦战败 生灵尽灭 这和秩序天足 万宗内战 根本不是一种概念 我藏太阳神轮的那个死星 就是战败者的答案 那一个荒凉 死寂 生灵寂灭的死星 无疑是秩序星空的悲剧 然而这样的悲剧 在这黑暗丛林之中 时常发生 见过悲剧 才知道赴死一战 有多重要 天狼星的名声 已经彻底臭了 以李天命对他们的了解 他们不可能会开恩 留给太阳声明一条生路 九龙地藏的急速 便说明了李天命此刻的战役 暴风雨 马上降临 这太阳的背面 其实正好是青云大陆的正上空 因为大多数星辰守护结界 都是从太阳两极构建 秩序天足和万宗的交界处 正常来说最弱 最容易攻破 炎黄守护结界的主体 来自炎黄神柱 而炎黄神柱 其实也基本集中在太阳两极 所以说 青云大陆上空这一块区域 就是恒星园战争的战场 天狼星怕是知道无星虫已经死了 更看到 我们守护结界已经出现 然而还是继续进攻 可见他们的决心有多大 太阳要是没守护结界 天狼星这次狩猎 就像是一场游戏 或许现在 他们觉得 也只是多了一点挑战性吧 在九龙地藏飞行的时候 李天命发现 炎黄守护结界下的 星辰守护结界 已经开始成形 这意味着 太阳帝尊在动用他那一半的 太阳戒盒 带给太阳双重守护结界的防护 炎黄守护结界是战场 星辰守护结界 则是最后的屏障 阻止天狼鬼神 穿过数十万米的炎黄 杀进太阳 既然如此 我也贡献一份力量 这种事 李天命不想耍惊眼 太阳帝尊 开启了他那一层 星辰守护结界 李天命意在九龙地藏上 将星辰守护结界的 下层开启 由此一来 天空上多了一层 厚达十万米的白色屏障 这就是星辰守护结界 白字窃天一族 从这星辰守护结界的模样来看 便知道 他不是太阳的原生结界 而那炎黄守护结界 才和这太阳的气质 无比契合 炎黄 星辰两重守护结界一开 太阳声明的安全感更强了 这一点 李天命和太阳帝 遵算比较默契 但 今日李无敌 更加像一个分身 这意味着 他更无希望 这对李天命而言 照样是无可饶恕的 他只是将这种仇恨 暂时压在心底 度过此节 我们的账 再慢慢算 地藏内 三千万万宗强者即将奔赴战场 每个人几乎已经平住呼吸 敌人的体量 数量 光是天狼韩星 都有秩序天足的两倍 这种巨大的差距 只能靠九龙地藏和炎黄守护结界弥补 三千万万宗强者 其实只是九牛一毛 这种级别的强者 光是天狼韩星 可能多有一亿 不可避免 很多人心里都没底 李天命则更担心李轻语一些 之所以把他带到战场 是因为这一战 必须要叶凌峰帮忙 天宫神界一片空旷 如果只留下他一人 他会更不适 反倒是九龙地藏内 其实也很安全 而且 还有很多私密空间 李天命在往青云大陆上空飞去的时候 叶凌峰求助 让他过去一趟 李天命便连忙来到他们身边 怎么了 李天命连忙问 轻语身上有些变化 叶凌峰眉头紧锁 眼神更加阴郁 什么变化 李天命连忙上前 这里是银龙宫 宫内有不少建筑 生活所需一应俱全 连朔月都趴在周围 有些无精打采 因为共生修炼体系的关系 他相当于被李轻语感染了 曾经雪白如玉的昆蓬 乃是萤火眼中最美的半生兽 如今掉毛 溃散 胸利 浑身通红 面如恶鬼 看起来比无心虫还要凶兽 毫无疑问 连朔月都更强了 可是这个模样 作为一只半生兽 他都不敢出去见人 可能是刚刚看到 我跌了吧 心里激动了一些 这个东西就冒出来了 李轻语站在黑暗的阴影之中 忍不住苦笑了一下 我看看 在李天命面前 李轻语举起手臂 叶凌峰帮助他拉开了双臂的衣袖 映入眼帘的手臂 呈青紫色 上面的血丝 就像是叶子的叶脉一样遍布 甚至有些青筋从体内冒了出来 像是青虫似的 这样的手 连李天命自己都看得难受 更不用说女孩子了 所以 他是真的心疼这妹妹 他更理解叶凌峰现在的状态 他一直都在压抑自己的愤怒和暴躁 还得尽量平和地去安慰李轻语 这样下去 他也迟早暴走 李天命将注意力 放在了他的结轮上 李轻语曾经有九个银色月亮结轮 一边四个 一边五个 那时候 银月皎洁 他还有月白色的长发和月亮 随着境界的提升和血脉的扩展 气质越来越好 静谧而高贵 如月光女神 可是现在 这九个结轮 虽然还保持原形 但却是九张完全不同的鬼脸 有的鹰铜 有的长蛇 有的青面獠牙 不管心里定力多强 都会看得头皮发麻 甚至这些结轮 看到李天命 还对他嘶吼 那恶鬼石神 几乎都要主动从结轮中爬出来了 不可否认 李清宇这段时间不用修炼 进步都非常巨大 进阶上已经赶上了李天命 叶灵峰等人 这恶鬼石神 能让他得到巨大的战斗力加成 包括数月被感染后 战斗力都提升了很多 可是 除了心理变态 没有人能接受 这股神血的副作用 这些画面 李天命每看一次 也会更加痛恨敌尊 然而这一次 他的身上出现了新的东西 在他那条四个结轮的左手上 李天命左右手五个结轮的位置 是对称的 李清宇是九个结轮 所以他拥有那五个结轮的右手 其中有一个结轮 在左手上 并没有对称点 可是现在 他的左手最靠近手掌那个点 也就是右手第五个结轮的对称点上 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凸起 这不是结轮 他刚硬 长满尖刺 像是刺猬 阴森 争鸣 甚至好像有两只眼睛 在盯着李天命等人 哥 我想借你的神醉剑 把他挖掉 他好像一个种子 长出了根须 已经弥漫我全身了 李清宇抿着嘴 说着说着 声音越来越颤抖 白天一张 明天周一 按照惯例 更新提前至今晚十二点后 令 本周的推荐票 马上就要过七座费了 麻烦大家点一下右下角 投一下 不要浪费 大战器 冲 第1927章 狼来了 哇 李天命摇头 既然根须深入全身 五脏六腑 那也挖不出来了 虽然这样说 但他还是拿出了神醉剑 这是最锋利的兵器 薄如禅意 现在最麻烦的问题是 因为古神血太过神秘 久远 完全没点击可以追溯 所以 李清宇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都是未知的 李天命唯一能安心点的 是星宇帝尊说的话 他说 古神血是一场造化 有副作用 也是造化 可是 眼前这一个诡异的凸起 就像是一个大疙瘩 让人头皮发麻 试一试吧 虽然根须拔不出来 但他可以尝试 能不能把这个黑疙瘩给挖掉 于是 李天命握着神醉剑 刺在了这个黑疙瘩上 啊 李清宇面色惨变 他疼得厉害 直接把手抽回去了 好疼啊 算了 算了 反正死不了 看来确实是疼得厉害 不然他不会这么快就退缩 李天命只是刺了一下 那黑疙瘩而已 我再看看 李天命拉着他的手 他毕竟年岁不大 认知上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看了一会儿 也没什么思路 关键是这时候 炎黄守护结界上 已经是震天的喊杀声音 这说明战争已经开始 哥 小枫 你们先去忙正事 我身上天天都有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也习惯了 一时间也解决不了 还是守卫太阳要紧 毕竟现在的局面实在太危险了 他把手抽了回去 苦口婆心地 对李天命和叶灵峰说 哥 你帮我劝劝小枫 现在正是需要你们的时候 我就老实待着 没事的 你刘英臣在这和我聊聊天 就算我有什么情况 他也会告诉你们对吧 而且 朔月也还在这呢 解决不了这黑疙瘩 加上大敌当前 他实在不想 因为而误实 之前喊李天命过来 也是叶灵峰的主意 马上就要到达 青云大陆上空 李天命咬了咬牙 道 行 等打完这一战 我们再和帝尊彻底算账 算账 也是为了彻底搞清楚 古神学的事情 没事 我让小渔过来 李天命对叶灵峰道 小渔就是微声默然 他带来了吴梦先国 现在也老是留在了李天命的九龙地藏上 他这一来 可不是一个人 而是五十个 其中四十九个姐姐 虽然不怎么会说话 可有这么多人陪伴 也能让叶灵峰放心一些 等我回来 他咬了咬嘴唇 暗红的眼睛里 有着极致的深情 嗯 等你哦 不许乱来 李清云叮嘱道 好 叶灵峰答应了 他们的感情很简单 互补 互相厮守 不离不弃 李清云年岁稍微大一点 所以他们 更像是姐弟恋 他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 而女情长 纵使有诸多波折 人生 能得以红颜知己 也会叫人羡慕 走 李天命稍微和微声默然叮嘱了几句 便离开了银龙宫 来到了地藏内的正前方 三千万地藏强者 都在等着他 叶灵峰也明白 从他的身边离开 前方等待他的 就是死亡和冤魂的深渊 他抬起头 紧跟着前方的白发男子 心中滔天的杀念 一点点的释放 直到双眼心红如魔 身体上那原始之门高速旋转着 黑暗阴影 穿透四肢百骸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他 大家都知道 这个少年在万龙神山之战 差点配合李天命 杀了帝尊 就这两个年轻人 让万宗前所未有的凝聚 且对未来保持信念 轰轰 下一个瞬间 九龙地藏 已经到达了青云大陆的上空 又回到了这里 李天命已经没空去看下方 新生的花海 他的九龙地藏 就如巨兽抬头 穿过十万米后的星辰守护结界 再扎入是数十万米的炎黄守护结界 在火海和万寿当中奔行 苍天之上 震天动地的喊杀声音已经传来 那是天狼寒星的鬼神 来了 李天命站在万众之前 他掌控着九龙地藏的操纵 进攻核心 随着他一声震吼 九龙地藏直接冲出火烧云 冲出炎黄守护结界 整座地藏 来到了星空之中 轰轰轰 大量的烈火 被他从火烧云带了出来 还在地藏上焚烧 让这九头巨龙如同浴火重生 这个场面 从星空的角度上看 那是相当壮观的 可是 眼前天狼寒星大军压境的画面 对地藏内所有人来说 才是真正的壮观 映入眼帘的 是不远处 一颗体量和太阳完全一样的苍白色星辰 这就是天狼寒星 他无比冰冷 寒潮如海 海中古海无数 极其阴森 诡诀 如同死神之星 让人只看一眼 便浑身冷静 风暴 寒潮 并误如死亡狂流 在这个星辰的表面疯狂流窜 他太靠近太阳了 所以 就像是一头张开血盆大口 即将吞噬太阳的白色妖狼 更加壮观 炎黄守护结界 封住了太阳声明的视线 否则 他们一定会还没站 就被这天狼双星给吓破胆 而且 李天命站在地藏的视角上 他看到的 不只是天狼韩星 还有来自天狼韩星的入侵大军 哄 冲出火烧云的刹那 前方火海云雾消散 下一个瞬间 以天狼韩星为背景 密密麻麻的天狼鬼神 结成滔天大阵 朝着太阳冲沙而来 放眼望去 无穷无尽 何止六亿 这序天族 聚集全族之力 进攻万龙神山 那也只有三亿 而现在 六亿天狼鬼神 如同凶残的猛兽 从苍天之上扑下来 直接让人头皮发麻 太多了 狼嚎之声 汇聚在一起 形成最骇人的战斗号角 像是一场宇宙风暴 冲击在太阳之上 卷起了无数的火花 太多 太强 太凶煞 太猙獰 哪怕只是一瞬间 李天命的双眼 从一个个天狼鬼神的脸上扫过 发现他们就是最纯粹的掠夺者 他们从不信奉宇宙的道德法则 比秩序天族还要不信 他们的世界观里 只有生存和毁灭 只有掠夺和被掠夺 只有杀戮和被杀 杀一人和灭一个行程 都没有任何区别 正因为如此 这让天狼鬼神们 变得十分纯粹 他们没有道德信仰 在狩猎这件事上 他们只信奉丛林法则 他们就是草原上 彻头彻尾的一群狼 生存里唯一的事情 就是捕杀猎物 填饱肚子 和他们讲究道德 规则 善恶 那是对牛弹琴 这些鬼神的眼神 告诉了李天命一切 大敌当前 没有退路 第1928章 地藏开落 轰隆 真正的星空之战 什么战前喊话 在这么大的战争规模面前 根本没人能听见 在那如宇宙风暴般的狼嚎声音中 李天命目光灼烧 金黑色双眸光芒乍现 来 来 看看谁给谁一个下马位 看看谁杀谁 他想啊 和这样的对手战斗 或许也就只有和对方一样 遵从丛林法则 比对方更狠 才有可能获得胜算 这是李天命 最没法留情的一次 因为只要让这群野兽 攻破两大星辰守护结界 那这群狩猎者就将会直面太阳声明 到时候 太阳上生存的众生 只配当他们口里的肉 轰轰轰 面对这六翼聚集在一起 如漫天暴雨一样 冲向着太阳的天狼鬼神大军 李天命那九龙地藏都不算大 他直接驾驭地藏 完全开启地藏上的星海结界 九龙地藏披着足足九层的厚重龙灵 等于浑身铁甲的巨兽 而且 他身上到处都是棱角 这些其实都是杀伤力 当然 最大的杀伤力 还是来自九龙炼神 哄 九龙地藏加速 直接化作一道九彩的尖锐光芒 如同太阳上刺出的长枪 直接撞向那六翼天狼鬼神 连太阳帝尊都不敢从炎黄守护结界出来 可见李天命这一次冲撞 到底有多硬 说实话 上次光临太阳的天狼星星海神剑 带回了有些太阳的情报 可这情报内 并没有现在如此恐怖的九龙地藏 星空是视野最宽阔的地方 所以 那六翼多的鬼神大军 几乎都看到了 这飞蛾扑火的星海神剑 找死 鬼神族拥有最完美的战斗体 他们不但肉身强的可怕 大多数身高十米以上 甚至还能强化 膨胀 而且还能施展神通 所以在正面对抗上 他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眼看李天命上来送死 他们当场震怒 无数天狼鬼神 发出震天动地的狼嚎 聚集成人堆 竟然是要和李天命正面对撞 按住他 杀掉里面的人 抢了他们的星海神剑 无数鬼神嘶吼 怪叫 轰隆隆 九龙地藏之前 那由数千万鬼神联合施展的神通 汇聚在一起 成为一片神通的海洋 就像是一朵绚烂的宇宙之花 比九龙地藏还要大 几乎瞬间就要 将九龙地藏吞没 天狼鬼神 绝对够硬 哇 在前冲的过程 九龙地藏九个龙手 直接凝聚出了不同颜色的超级球体 九个球体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内外一共九层的巨大球体 这球体直接遮盖了九龙地藏 爆发出了比月星园都要光亮的光芒 就像是一个小型的九色太阳一样 在这星空之中 划过刺眼的光芒 直接撞在那数千万鬼神的神通上 轰隆 绚烂的火花 直接在两个星辰之间爆炸 这是凡人所想象不到的动静 就连炎黄大陆 都能看到 天上其中两颗太阳中间 爆出了一个彩色的漩涡 那震天动地的轰鸣声 甚至冻穿到了底层星空 撞击在炎黄大陆上 引发了炎黄大陆的轰然地震 强烈的风暴席卷尘埃世界 直接撕裂云雾 逆转沧海 引发无数山崩地裂 这就是高等种族的恒星园战争 光是余波 就已经让尘埃世界 陷入末日般的崩裂当中 无数生灵被吓得七创逃窜 这一刻 真正印证了一个道理 生命 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但 也是世界上 最不值得一提 和灰尘并无两样的东西 前者是 自我陶醉 后者才是现实 固然是现实 可至少对李天命来说 他的信念里 有自己要捍卫的东西 九龙炼神 爆 随着他一声几乎撕裂的怒吼 九龙地藏深入鬼神大军深处 亲自将这九龙 炼神 送进了最多鬼神的地方 轰隆隆 九色光芒炸裂 诞生一个更大的九色漩涡 今天的爆炸 将地藏周围的空间 都撕裂扭曲 来自恒星园的狂暴力量 释放出去 将周围一个个血肉强硬的天狼鬼神 直接湮灭成灰烬 甚至连灰烬都没剩下 光芒所向 最附近的数百万鬼神 这些都是活生生的命 在李天命的九龙地藏威力之下 当场湮灭 临死之前 连惨叫都没发出来 九龙地藏附近 直接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死亡区域 哗啦啦 在死亡区域外 被余波命中的天狼鬼神 亦有很多人被炸裂 大量的鲜血和残肢 就像是暴雨一样 朝着太阳落下 被炎黄守护结结吞没 这是李天命 一次性诛杀最多的人 当他看到灰烬和无数的血雨时 他已经有一些凌乱了 从前觉得 生命很珍贵 甚至因为功德而受益 可是现在 面对同样是生命的天狼星入侵 他只能大开杀戒 战争面前 没有善恶功德 又或者说善恶功德 是对自己和自己人有利的一部分 一次战争 无数亡魂 错的是谁 是主动入侵的天狼鬼神 还是天地宇宙本身 又疑惑是我 阻止天狼星灭绝太阳 也是一种错 他不懂 所以他也在困惑 只是就算困惑 他也没法停下自己的脚步 因为他必须得继续杀人 不杀 自己就会死 身后的太阳声明 就会死 甚至 如果太阳被灭 这附近的尘埃世界 也会因为失去天地灵气 包括炎黄大陆 最终走向寂灭 不是所有尘埃世界 都是有光明的 没有光明和天地灵气的尘埃世界 其实仅仅只是尘埃 和死星并没有区别 李天命没有退路啊 因为没有退路 所以他连去困惑的时间都没有 之所以能一次性诛杀 他接近七百万的天狼鬼神 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九龙地藏 妄想靠堆积的人力 将九龙地藏拦住 打破 所以才会造成人员密集 星空这么大 一旦他们散开 是杀不死这么多人 这是星海神剑的强大之处 也是他的短板 漫天鲜血 在李天命旁边的夜灵风眼中 这是漫天的天地命三魂 龟鱼虚无 他和李天命一样 眼中血丝遍布 看到如此盛况 地藏内的三千万万宗强者 却震必欢呼 第1929章 神幽鬼鱼 作为和太阳性命相连的万宗强者 他们根本没资格惋惜天狼星侵略者的命 怜惜敌人的生死 是对太阳和先祖传承的背叛 杀 天命万岁 杀光他们 杀光他们 每个人都赤红色双眼 对比帝龙皇 第一盟主这些称呼 他们更愿意称呼李天命的名字 不是因为他们是长辈 而是这个名字 代表着天的旨意 代表着希望和奇迹 九龙地藏 无敌 他们确实喊得不错 至少在李天命目前见过的星海神剑中 此刻的九龙地藏已经是无敌的 要知道 刚才一波九龙恋神 并没有凝聚到一百息 还不是最强威力 这一次的灭绝 估计也能真正让天狼鬼神心惊胆战吧 然而 李天命发现 这帮天狼鬼神 在论族魂之凶残方面 简直比秩序天族还可怕 他们是真正的星空野兽 这样的死伤 只会让他们双眼更通红 更加暴力 更加卖力的吼叫 这种吼叫 就像是浮神谷的笛声 砰砰砰 越来越多的鬼神 直接以血肉之躯 撞击在九龙地藏上 像是无数的蚂蚁一样 拿出兵器 施展神通 疯狂地攻击地藏 一个人没什么 可当上千万 数千万 上一鬼神扑上来的时候 从外面上看 已经看不到九龙地藏了 那些鬼神如蚂蚁一样 爬满了整座星海神剑 压在旗上 疯狂攻击锤打 轰轰轰 整个地藏都在剧烈抖动 地藏内的万宗强者 亦感觉到天翻地覆 好好好 那些天狼鬼神的怒吼声音 已经闯到了地藏内部来 呵呵 李天命不怕他们和九龙地藏死磕 就怕他们散开 跑得远远的 不和九龙地藏纠缠 直接进攻太阳 他们爬在地藏上 已经影响九龙地藏的航行 这偌大的地藏 差点撞在了天狼寒星表面的寒潮上 不过 就在下一个瞬间 李天命再度调动微型恒星源的力量 灌输到星海结界 涌遍地藏全身 那九个龙手 本来是鬼神重点攻击的对象 他们无数人强行打破龙灵 一层一层往下攻击 可就在这时候 九个龙手上恒星源力量轰然凝聚 九个九色球体轰然诞生 黄暴的力量骤然席卷 直接将附近的天狼鬼神血肉之躯 绞杀成碎末 啊 又是无数天狼鬼神死绝 轰轰轰 又是一道九龙恋神在疯狂凝聚 那一刻 九龙地藏再度变成了九色小太阳 由此可见 他比太阳神功 还要太阳 太爆炸了 狂暴的恒星源力量 逼得那些爬在地藏表面的鬼神 惨叫逃窜 但大多数根本逃离不及时 还是被绞杀 焚化 轰隆 赤裂的九色太阳 越来越亮 这一次 那些天狼鬼神终于知道怕了 五亿多人仓皇闪躲 来啊 别走啊 李天命双手紧握炮筒 已燃杀风 如果真的能吓跑天狼星 不用死这么多人 那是最好的结局 可他知道 这注定不可能 地藏之内 李天命的脸 已经让这九色光芒 映衬得不断变色 那些光芒冲入他的金黑色双眸之中 显得更加赤脸 轰轰轰 在他的操纵下 九龙地藏像是一头超级星空巨兽 一边积蓄九龙炼神 一边冲撞 所到之处血肉横飞 无数天狼鬼神被碾为碎末 然而 敌人的数量还是太多了 李天命只能在他们放弃和自己硬扛前 尽可能杀更多人 九龙地藏 已经强到了人命堆不动的状态 唯一能让九龙地藏无力的 就是他们轰然散开 放弃和地藏硬碰硬 不出意外 天狼鬼神大军 在被李天命九龙炼神轰杀了两次后 基本上都学聪明了 散开 别聚集在一起 他带的微型恒星员终究有限 不要堆积在一起 让他一锅端 都散开啊 把这星海神剑 交给神幽帝尊 对 交给神幽鬼语 天狼鬼神大声嘶吼 互相提醒 秩序星空中 最不缺乏的就是空间 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 他们的阵型就完全拉开了 遍布在天狼寒星和太阳中间的星区内 嘩嘩嘩 如此一来 李天命几乎没法驾驭九龙地藏 撞死大量的鬼神 九龙炼神的杀伤力 也有可能骤降十倍以上 我们攻击他背后的太阳就行了 没必要和他纠缠 就一艘星海神剑而已 他干不了什么 我们的幽冥守护结界已经开启 清明军 神幽军听令 全力进攻太阳 轰轰轰 天狼鬼神们 直接用不同的狼嚎声音 代表各种军团战令 如今所有鬼神的狼嚎声音一变 所有清明军和神幽军 都接受到了新的命令 完全分散开来 从四面八方 进攻炎黄守护结界 这才是李天命最无力的状况 检验炎黄守护结界 战斗力的时候到了 说句实话 就算有李天命和九龙地藏 要是炎黄守护结界不行 太阳根本不会有胜算 幸好太阳足够大 他们分散后 要以肉身横渡 杀到炎黄守护结界 还得一些时间 太阳和天狼寒星 从炎黄大陆的角度上看 几乎贴在了一起 但实际上对灰尘般的生命来说 还是有一些路程的 李天命只能调转方向 往人群聚集多的方向去 尽可能地用九龙地藏诛杀 干扰这些天狼鬼神 地藏所向 鬼神飞险 就在这时候 那天狼寒星的苍白寒潮之中 冲出一头巨大的白色机械妖狼 其造型和清零幽渊十分相似 只是要更精巧迅猛一些 对比九龙地藏 这一艘狼型的星海神剑 浑身都有金属类型的天地神矿打造 绝对是银沉的最爱 不过 星海神剑就是星海神剑 有了星海结界 他比兵器还兵器 想要吞吃 基本上不可能 除非彻底摧毁星海结界 让其变成一堆废铁 这白色阴寒机械妖狼的名字 不出意料的话 就叫做神幽鬼语 说实话 银沉见过他 他就是和清明幽渊 一起降临过太阳的第二艘星海神剑 第1930章 女帝尊 当时 他趁着秩序天族和万宗大战 跑到太阳北极 给秩序天族带来了上亿的伤亡 而后逃回天狼星 带回了一定的情报 神幽 清明 这是天狼寒星的两大族 神幽鬼语和清明幽渊 是两大星海神剑 神幽帝尊和清明帝尊 便是这两大族最强者的称号 李天命眼前这些天狼鬼神大军 实际上就是神幽军和清明军 组成的六亿幽冥军团 只可惜 清明帝尊可耻地惨死在侦查上 此事让天狼星震怒 当时无星虫还健在 太阳星辰守护结界没开 对天狼双星来说 这场战争多了新的意义 那就是为清明帝尊复仇 说实话 清明天狼族人才辈出 就算没有了清明帝尊 这三亿清明军的战斗力 并不受影响 而今 有了星海神剑神幽鬼语 锁定了九龙地藏 这六亿代表天狼寒朝的幽冥军团 更是嘶吼着 群狼废天化作滚滚寒朝 冲向烈火焚烧的炎黄守护结界 嗡嗡 巨大的呼啸声音当中 纯白色 光亮 机械的神幽鬼语 在星空当中奔腾 这白色妖狼速度极快 冲起来就像是离弦之剑 插向九龙地藏 然而 从体型对比来看 九龙地藏 还是比神幽鬼语大了一圈 神幽鬼语既然出现 那所谓的神幽帝尊 自然就在这星海神剑上了 李天命低吼了一声 浑身清惊爆起 杀 没什么好废话的 他的九龙地藏 九大龙手怒吼 巨大的身躯陡然加速 由恒星元力量驱动后 他的加速相当凶猛 只一瞬间 两大星海神剑 就在这星空中 撞击在一起 哄 神幽鬼语来得有多快 在这撞击当中 就飞得有多快 甚至他最刚硬的狼手 都撞得凹陷了进去 反观九龙地藏 只是翻转了几次 马上就稳住了 而且 他的星海结界足够强 表面上看起来毫发无伤 就这一个照面 一证明 抛开两个掌控者的实力不谈 九龙地藏 让这星海神剑各方面的属性 超出神幽鬼语五成以上 这带给了李天命巨大的信心 真不愧是炎黄帝星时代的宝物 他一瞬间都不舍得浪费 九龙地藏的九个龙手 还在积蓄九龙练神的力量 而李天命再度驾驭九龙地藏 锁定了那神幽鬼语 一座星海神剑 有没有可能将另一座星海神剑打烂 然后把里面的人杀干净 如果是太阳神功 对上神幽鬼语 李天命觉得不太可能 但是 这是九龙地藏 李天命想试试 除了这条路 他真不知道 如何才能挡得住六亿游民军团 要说压力 现在确实大道无边 都杀疯了 轰隆隆 九龙地藏就像是兽王 扑向那一头钢铁白狼 就在这时候 那白狼的鼻子上 出现了一个渺小的人影 此人正向李天命摆手 人影虽然小 可是其声音却能传递到李天命这边来 这说明 此人就是掌控神幽鬼语的强者 不出意料就是天狼寒星的另一个帝尊 神幽 李天命定睛看去 只见这神幽帝尊乃是一个女子 她有着和李天命一样苍白色的长发 直接垂落到腰间 其身高极高 瘦皮包括下的胶躯格外矫健 小麦色的肌肤 充满了野性的力量 看起来极有弹性 一对全齿卡在红唇上 亦让她在魅惑中多了一些俏皮 可以说 这是一个富有天狼星风格的美人 野性 暴裂 眼神极具侵略性 甚至其背后 还有一条修长的白狼尾巴 盘绕在她的腰间 轻轻浮动 又撩人 又让人心惊胆战 李天命现在知道 天狼星属于无天组织 而无天组织 来源于天道玄族 与星迷藏之战后 天道玄族铁定派人来找她 而且估计 都快到紫耀星了 站在李天命的角度上 从她自己的判断来看 她对天道玄族有很大的排斥 在无根无稽的情况下 要是被带到那里 肯定有很多无法预知的危险 无天组织是 天道玄族养在暗处的杀手 并不公事与众 而且常年游离在 道玄星域之外 虽然我在羽星迷藏 有过超绝表现 李天命这个名头已经很大 但着急狩猎的天狼星 未必会和天道玄族沟通 谈论到我 天狼星对太阳内部的情报 都来自神幽帝尊上次的侦查 其中有多少关于李天命的内容 李天命是不知道的 其实她想过一个问题 那就是 太阳危难 那她去幻天之境 向天道玄族公布 自己是太阳的主人 天道玄族为了拉拢自己这个天才 会不会让天狼星放弃进攻 甚至帮助自己 打败太阳帝尊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但 求了别人之后 就等于彻底上了贼船 以后就身不由己 和天道玄族彻底绑定在一起了 更麻烦的是 太阳是有秘密的 这些秘密 李天命也想守住 一旦进入天道玄族的视野 这些源自炎黄帝星的秘密 很难守住 既然如此 这个星辰的命运 也更加深不由己 李天命只是本能地觉得 暗中以无天组织 狩猎的天道玄族 他们不是好东西 很难值得依靠 这些细节 都很重要 所以 既然神忧帝尊明显想和自己站前谈话 李天命也很有必要 去套一下话 看看天狼星 有没有因为李天命这三个字 和天道玄族取得联系 这里面 还关乎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 九节和十节的问题 李天命在万星天穷战场 展现的是九节 这一点天道玄族还能接受 可是为了拯救万宗 李天命在太阳上 已经施展过十节了 这个情报天狼星是否获取过 有无向天狼星通报 李天命也想知道 起码算有一条最终退路 如果太阳真的沦陷 再无希望 我就直接向天道玄族求救吧 如果是九节 不太可能让天道玄族 放弃一个 能燃烧数百万年的恒星园 但 十节的话 存在这种可能 本着这样的心情 李天命将九龙地藏 直接开服到神幽鬼语面前 他从地藏里走出 和那野性 娇满 充满抑郁风情的狼女 神幽帝尊面对面 第1931章 拜君之将 那神幽帝尊 也是第一次见他 看到李天命头上那雪白的发丝 他眼睛亮了很多 眼神更有侵略性 直勾勾地看着这小年轻 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 如果你真要好好说 先让你的人站住 这是李天命 说的第一句 声音很冷 小问题 没想到那神幽帝尊 轻笑了一声 当场就答应了 他脚下的神幽鬼语 顿时发出了震天狼嚎 声音传达出去 那六亿多的幽民军团 迅速听令 强行停住脚步 留在原地 这倒是让李天命意外 这么大规模的冲杀 说停止就停止 那也是给了李天命足够的面子 这么给面子 一定有所图 李天命心里清楚 他目光淡漠 而对面神幽帝尊 则更有侵略性 他以热辣的眼神 毫不羞怯地打量李天命 把他上上下下都看了一个够 或许 这就是天狼女子的风格 说吧 李天命淡淡道 你应该明白 就算你们杀了无心虫 把星辰守护节节撑起来 面对现在的天狼星 胜算也基本为零 虽然我们祖上记载 上次入侵 你们失败了 但 今时不同往日 神幽帝尊道 这话说得太早了 李天命摇摇头 然后呢 上次我抓了几个秩序天族 根据他们给的信息判断 你是一个罕见的时节 时神修炼者 而且 十分年轻 朝气蓬勃 神幽帝尊美眸轻挑 直勾勾地看着他的眼睛 时节 仅仅是罕见 李天命冷笑 确实不只是罕见 所以说 你还挺有见识 知道时节不简单 如今六亿多幽民军团 都在等待神幽帝尊的战令 而他一点都不急 慢悠悠地继续说 你的名字 叫做李天命 你天赋纵横 星空罕见 而且我们判断 你这种血脉 不太可能会是太阳土著 你和这个星辰并没有关系 没必要和他们同生死 所以 要不你来我们天狼星 成为我们的人 权势 地位 都比你现在的处境强多了 开什么玩笑 我在这当一个 恒星园世界的主人 可比去你天狼星 当附庸强多了 而且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太阳声鸣 这是我的家园和故乡 你要我背信弃意 举手投降 那就是做梦 如果你想说的事情 如此无聊 我们没有谈判的必要 直接站吧 李天命冷声道 哈哈 神幽帝尊听完后 忍不住放声大笑 你真的好可爱 很久没见过 你这么年轻 这么有本事 还这么可爱的男孩了 笑了许久 他才娇憨道 别傻了孩子 这太阳的主人 叫太阳帝尊 据我所知 你们万宗都已经被灭亡了 而你不过是败君之将罢了 我们知道 你痛恨太阳帝尊 所以才给你这个机会 加入我们的阵营 我们可以帮助你 杀了太阳帝尊 然后 攻我为太阳之王 你们天狼星撤退 和我们永不相见 李天命问 你可真天真 神幽帝尊无语道 是你先天真的 李天命道 实话告诉你吧 我们天狼星的背后 还有一个 你想象不到的恐怖事例 那是一个超级星辰事件 那里是真正属于 强者的家园 我们有能力 把你送到那里 如果你有兴趣 我现在就可以带你 见证这个事件 神幽帝尊这段话 倒是说得非常认真 然而他不知道 他这句话一出 李天命对目前的情况 有了非常清楚的判断 那就是 得知李天命是十节天才后 天狼星并没有告诉天道玄族 这很正常 他们需要功劳 把李天命直接送到道玄星域 和上报道玄星域 让他们派人过来 意义是不一样的 前者独立完成 功劳更大 如果这期间 还捕获了一个杨帆级恒星猿事件 那么他们的功劳更大 而且 真要道玄星域派人过来 时间上也来不及了 也就是说 道玄星域和天狼星在 关于我的事情上 信息是断层状态 这样一来 要不要向天道玄族求助 就取决于李天命自己了 这意味着天狼星鬼神 除了自己是十节 十神修炼者外 其余层面 对自己一无所知 他们得到的情报 也仅仅是几个秩序天独给的情报 在溃败之前 李天命可以自我选择 而不是彻底降服于天道玄族 他深呼吸一口气 如果我还是拒绝呢 他表现出 对神忧帝尊 一万个不信任的状态 我也没想过 你会马上答应 没关系 只要你想保护这个世界 不会丢弃太阳逃亡 我们就有机会带走你 等你真正到达 我说的那个世界 你会感谢我们的 神忧帝尊玩耳道 也就是说 不管李天命答不答应 太阳 他们要捕获 人 他们也要带走 他却不知道 李天命已经见过太多天道玄族 早就认识他说的那个世界 哦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想要拿下太阳和我 拿你们的一万的性命来填吧 李天命声音冷酷到极致 如此 也只能换来神忧帝尊的娇笑声 他一边笑一边摇头 感慨着李天命的年轻气盛 仿佛已经亲手控制了他的未来 人生 在笑着的时候 他不再留情 好 神忧鬼语震天怒吼 这是发起总功的号角 呜呜呜 幽冥军团得令 杀 狼嚎和喊杀声混在了一起 响彻心穷 焚烧的太阳表面上 无数怪模怪样的鬼神 混在天狼星的寒潮之中 就算分散开来 也显得密密麻麻 朝着炎黄守护结界冲杀而去 轰 轰 轰 人还没到 他们的鬼神神通 就已经开始施展 去轰炸那包裹着 太阳的火烧云 知道李天命是时节的情况下 天狼星还这么狠 只能说明 他们将捕获太阳看得更重 如果这时节天才拦路 而且完全没法降服 他们顺道杀了他 也不会心疼 反正整个过程 并无外人知道 灭亡的星辰 不会告明 大总共 继续爆发 神忧帝尊 只给李天命画了一个大饼 也算是给了一个投降的机会 主宰了幽冥军团的进攻后 神忧帝尊时去地回到了神忧鬼雨当中 驾驭那白色机械妖狼再度腾飞 直接化作一道白光杀向了炎黄守护结界 他的意思很明显 如果李天命不阻拦他 他就和幽冥军团一起 进攻太阳 第1932章 炎黄寿巢 轰轰轰 星海神剑的启动非常快 群狼嚎叫 寒潮侵袭 无数白色星点 就像是暴雨冲了下去 整个天狼双星 都没有因为李天命的天赋 而停下杀戮的脚步 轰隆 飞驰之中 神忧鬼雨 已经越过了九龙地藏 那偌大的白色机械妖狼 浑身白光闪耀 其身体上 一根根白色的毛发竖立了起来 让其直接变成了超级刺猬 嗡 千万毛发 化作长枪冲出 每一根都携带着恒星猿的力量 这些白色长枪 直接成了尖刺的海洋 冷静的寒冰在长枪上涌动 杀伤力惊人 这就是神忧鬼雨的星海神剑威力 湮灭鬼雨 若是在炎黄守护结界之下施展 目标是万宗生灵 那这一波密集的湮灭鬼雨下去 估计会把小半个万龙神山冰冻 穿透 将无数生灵祭灭 任何星海神剑的威力 都比帝尊的爆发都要强 搜搜搜 神忧鬼雨这妖狼 就像是斗水一样 一下子甩出了滔天的长枪寒潮 当头冲向炎黄守护结界 就在这时候 侧面一个更巨大的九色能量球砸下 那是九龙地藏的九龙炼神 一时间 星空中闪耀着寂灭般的九色神光 轰隆 滔天的爆炸 再度形成一个九色漩涡 将那神忧鬼雨大半的攻击威力 当场湮灭 那来自九龙地藏的恐怖恒星猿力量 更是让周围大量的天狼鬼神被蒸发 哇 九色漩涡扩散开去 化作无数龙形鱼波 震荡开去 将周围大量的天狼 鬼神震飞 这星海神剑太强了 包括神忧地尊在内 大量的天狼鬼神震战回头 只见那九龙地藏 追到了他们的身后 那九个龙手 以爆裂的目光 审视着他们 新的九龙恋神力量 还在这九大龙手上汇聚 嗡嗡嗡 九色球体 发出震天动地的轰鸣 每积蓄一波力量 就扩大一圈 一旦九个龙手的不同属性力量 纠缠到了一起 形成一个内外九层的九色球 就随时可以释放 形成星海神剑的毁灭性打击 本尊会搞定它 你们杀进去 灭了这帮无能的牲畜 神忧地尊的目光 从心上改为了阴森 残暴 猙獰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更像是一匹狼 这才是他原本的样子 有了神忧地尊的保证 幽冥军团战念大增 他们完全忽略了李天命 按照原计划 扑向炎黄守护结界 嗡嗡 直到这时候 天狼鬼神们 才经过了长途跋涉 一个个星象神境 第四阶以上的天狼鬼神 冲进了炎黄守护结界 冲进了火烧云的滔天火海当中 这边都有六亿幽冥军团 可见太阳地尊那边 很可能有接近二十亿 那才是天狼星的主力 炎黄守护结界 真的能撑住 李天命不明白 帝尊的信心在哪里 因为不信任 他只能拼尽全力地杀 哄哄 九龙地藏爆发 震天龙营 在万军从中俯冲而下 到达炎黄守护结界表面 抬头就能看到 如倾盆暴雨一样 落下的天狼鬼神幽冥军团 死 火焰已经充斥着 李天命的脑海 没工夫感慨 只有杀落 积蓄到极致的九龙地藏 九龙恋神的威力再度爆发 一个如月星园一般的球体 在地藏上空轰然炸裂 爆炸 当场湮灭很多鬼神 形成的九色漩涡余波 更是扩散开去 在炎黄守护结界上 形成了一片九色海云雾 如同太阳开眼 死死死 地藏之内 还没机会出手的万宗强者们 都已经战念滔天 杀呀 轰轰轰 实习一次的九龙恋神 带给了附近的天狼鬼神 毁灭性的打击 成为了他们的噩梦 但 六亿幽冥军团 还是太多太分散了 根本拦不住全部 而且这时候 那神幽鬼鱼也没有拦着 直接去侧面扑来 那锋利的狼爪和狼牙 还刺到了九龙地藏上 硬生生压的九龙地藏撞飞出去 没想到 他们把星海神剑 造成猛兽的样子 还能当猛兽来操作 在这一方面 天狼星的星海神剑 很有特殊之处 不过 星海神剑终究是星海神剑 不是真正的星空凶兽 李天命驾驭九龙地 葬来了一次蓝黄的鳄鱼死亡翻滚 就将这白狼甩飞了出去 直接砸在了炎黄守护结界上 哄 当白狼撞到炎黄守护结界的时候 竟然如同撞到了铁板一样 爆发出了震天巨响 那神幽鬼鱼 直接被磅礴的力量 震得飞上星空 连连炸响 李天命分明看到 他的表面很多部分 直接被轰得凹陷 坍塌 甚至结构受损 炎黄守护结界 威力这么强 李天命震惊了 这结界一次反正 对神幽鬼语造成的伤害 比李天命九龙地葬的撞击还强 相信那神幽鬼语内的神幽帝尊 当场也是猛的 九龙地葬的甩劲虽然大 但不是主要输出 在李天命和万宗强者们震惊的表情中 这时候 已经有大量的天狼鬼神 跳进了炎黄守护结界之中 只有九龙地葬阻拦不了他们的情况下 至今为止 进炎黄守护结界内的天狼鬼神 起码已经上瘾 说实话 拥有神通 血肉强大的鬼神族 行动敏捷 动作迅猛 每一个都跟引火似的 灵魂而强韧 所以他们 很不怕结界的威力 这上一天狼鬼神闪闪腾挪 很容易就能穿过数十万米的火烧云 纵使火烧云内有星辰守护结界 他们也是不太怕的 可是 李天命清楚地看到 当他们杀进去后 炎黄守护结界内 那来自恒星园内核 被炎黄神柱吸收上来的力量 在守护结界的天神闻力量 掌控下 化作了一头头火焰巨兽 太多太多了 这是不死的炎黄兽潮 炎黄守护结界 终于发威了 说实话 太阳帝尊那边的战场 可能早就开打了 而且已经白热化 那边的炎黄守护结界 早就大杀四方了 放眼望去 下方火海翻滚 后达数十万米的火烧云结界 几乎全部都吸收了 恒星园的力量 变成了炎黄兽潮的一部分 猛兽亿万 比鬼神多得多 第1933章 天助我也 吼吼吼 一时间 更加狂暴的火焰怒吼声音 在炎黄守护结界当中爆发 这来自炎黄地心的 帝天级守护结界 在衰弱了无数年后 张开了猛兽的嘴巴 以帝皇之怒 朝着这些入侵者冲杀而去 什么东西 因为被李天命的九龙地藏冲散 所以进入炎黄守护结界内 他们彼此之间 也很散 刚刚进去 几乎每个鬼神族 看到的是这铺天盖地的 无尽火海当中 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巨兽 神龙 凤凰 麒麟 神武 昆鹏 各种各样的祥瑞之兽 而且看起来都是非常高端的血脉 以冷漠的目光 审视着这些妖狼们 哄 万兽奔腾 直接冲杀 什么玩意儿 天狼鬼神稍微震惊 马上提着兵器 以神通和肉身开路 直接往下方冲 这和记载当中 太阳的守护结界不太相同啊 很多人都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但却没时间去思考 为何不同 因为他们已经入局了 轰轰轰 在天狼鬼神的神通下 眼前这些兽巢不堪一击 直接打成了火海 可就在下一个瞬间 火海再度凝结为无数的巨兽 而且更多 还冲得更猛 轰轰 一个没注意 防线被突破 那些巨兽撞击到身上 其爪牙撕裂在身体上 以天狼鬼神的肉身 仍然被撕裂出伤口 嗡嗡 鲜血焚烧 赤裂的火焰烧到了伤口上 直接痛彻心扉 砰砰砰 一个好好的天狼鬼神 当场被好几头巨兽 撕裂成碎尸 那些手臂 头颅脏神在火海当中 很快就被烧成了灰烬 怎么这么多啊 这是什么星辰守护结界 这么大的威力 没见过啊 不是这样的 历史记载 他们的结界不是这样的 这里不是太阳 在混乱之下 什么说法的鬼神都有 问题是 他们是分散下去的 在暴乱的火海当中 信息的传递当场闭塞 所有的狼嚎进了 炎黄守护结界 直接被万寿的吼叫 和烈火焚烧的声音盖住 甚至连传讯时都被焚烧 更关键是 后面的人被火海遮蔽视线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直接奋力往里面冲 总数六亿以上的幽名军团 还在全力冲杀 如同寒冰撞进火海 轰 轰 炎黄守护结界 给天狼鬼神们最大的印象 就是吵闹 太吵了 烈火翻滚 轰鸣 震耳欲聋 每个人进去都跟笼子似的 把嗓子都喊破了 都没有声音 这里比岩浆内还恐怖 因为除了烈火 还有风暴 汹涌的暴风带着烈火和巨兽 在一个个天狼鬼神的身上滚过去 短时间都能将人鲜飞数万米 卷入火焰深渊当中 这是太阳火烧云最暴乱的一次 李天命自己都看得头皮发麻 这样一来 虽然不清楚 太阳帝尊那边对决二十亿大军 会是什么情况 起码这六亿天狼鬼神 要突破炎黄守护结界很难 而且 下面还有托底的星辰守护结界 我们真的要胜算 炎黄受朝的威力 让李天命的信心 直接从谷底冲到了巅峰 这意味着 太阳帝尊虽然灭了万宗守护结界 但是他弄出的炎黄守护结界 在此时此刻 对所有太阳 声明来说 确实功德无量 李天命太激动了 炎黄守护结界 直接狂吸恒星园内核的力量战斗 都用不上众生 太阳帝尊那边 还有三亿多秩序天族 在结界内阻拦 而李天命这边 结界内都没人呢 虽然说 这种情况对恒星园的消耗 一定很恐怖 一战打完太阳 折兽几十万年都有可能 但对比输掉后苍生灭亡 那还是血传 世界的守护结界 或许他曾经 比天道一星的守护结界还强 如果没有他 只有星辰守护结界 面对加起来 二十五亿的天狼星大军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虽然不确定 炎黄守护结界能挡住多久 承受极限是什么程度 以目前的情况下 信心满满的天狼星 绝对承受了当头棒合 不管帝尊那边如何 有这样的机会 起码这一边 我要承担起万宗的责任 打出优势来 李天命有一种 天助我也的感觉 天命 让我们下去 我们想为太阳出一份力 虽然我们只有三千万 但境界比对方高一些 而且有这结界帮助 我们有得以打 一时间 几乎所有的万宗强者 都在热血喷涌 强烈请战 李天命当场道 行 不过保险起见 你们不要留在炎黄守护结界 以防帝尊乱来 顺道把你们给灭了 你们去星辰守护结界的下半层 那里完全有我掌控 一旦有穿过炎黄守护结界的落网之鱼 全部交给你们诛杀 记住 一个天狼鬼神 都别放进我们的家园 作为君王 考虑必须周到 防人之心不可无 毕竟帝尊是疯子 这群万宗强者 虽然只有三千万 但是他们实力 基本星象神境第八阶以上 有上千万的神阳王境强者 是万宗的全部精英 让他们在星辰守护结界下层拦截 固守最后一关 理应作用巨大 以目前炎黄受潮的情况下 短时间内能冲过火烧云的真不多 加上他们人员被九龙地藏逼的分散 没有成军 就算突围 也很可能会导致一个陆陆续续的效果 这样一来 对于守株带兔的万宗强者来说 实在太好杀了 是 所有人听令 李天命二话不说 直接调转方向 冲进炎黄守护结界 而追逐他的神幽鬼羽 直接被炎黄守护结界中击 逃了 神幽帝尊还不清楚结界内的盛况 这时候 起码有三亿以上的幽冥军团 冲进了火海 其中有不少逃了出来 跑到了神幽鬼羽旁边 将内部遇到的一切 禀报神幽帝尊 与此同时 他也收到了太阳另一面的传讯使 二十亿陷入其中 暂时都还没攻破 这让神幽帝尊极其震惊 虽然陷入其中 有了一定伤亡 但整体上 天狼双星还是有优势 天狼艳星那边说 我们这边没有阻拦 让我们打开优势 冲进里面屠杀 引发对方前线打乱 甚至前后夹击 天狼韩星 自然是服从天狼艳星的 如此重任下来 神幽帝尊眼神浓烈 既然九龙帝藏都逃了 那就再无阻拦他的人 幽冥军团全军听令 全体进攻 轰轰轰 战令一下 原本看到下方盛况 稍微犹豫的天狼鬼神们 一个个双眼赤红 短时间内 六亿幽冥军团 几乎全部杀进 炎黄守护结界当中 这样一来 守护结界的压力陡然增加 造成了万寿奔腾 都阻拦不及的情况 他们结界再强 没有人的配合也没用 杀进去 打到对方大后方 整个星辰都是我们的 神幽帝尊这一句话 让所有天狼鬼神 都充满了信念 只要不怕 在面对那炎黄兽巢的时候 他们淡定从容多了 说得对 结界只是结界 没有人 就是废物 杀 这么孱弱的士族 怎么配得上如此好的结界 这守护结界的威力 比天狼艳星都强 真是见鬼了 灭了这世界 这守护结界 也是我们的 一时间 他们的气势上升到了巅峰 哪怕很有天狼鬼神 被烧成灰烬 都阻拦不了他们疯狂往下 冲的脚步 而且 没有九龙地藏的威胁后 他们学聪明了 开始聚集在一起 形成团体冲击 这样一来 炎黄兽巢没有数量的优势 很容易被冲出一个贯穿式的通道 让不少天狼鬼神 能直下十万米以上 这一个战场的防线 直接岌岌可危 天狼鬼神 还是用他们的凶残 英勇 配合 展现出一个顶级掠夺者氏族的可怕 这就是恶狼的精神 幽冥军团是著名的冷血狼 而他们对面 那二十亿的热血狼 只会更凶残 残暴 烈火在身的他们 更不怕炎黄守护节节的火焰 所以 太阳帝尊面临多大的压力 可想而知 这一切 都让李天命明白 他们没有退路 幸好 万宗强者的效率们非常高 李天命来到星辰守护节节下层 将九龙地藏的九座大门打开后 每个龙手内三百万左右的万宗强者 如同喷泉一样涌出 杰城方阵 诛杀天狼鬼神 这边还有龙婉银坐镇 应该是很稳的 当他们全部出去后 李天命的地藏内 只剩下他和叶凌峰 李清宇 微生默然 还有一个于子谦 这时候 炎黄守护节节动荡巨大 无数的兽巢和鬼神 在头顶上方冲撞厮杀 震耳欲聋的轰鸣 持续从上舱传来 这么大的动静 应该是神忧鬼语杀进节节了 如果放任不管 他自己就能杀出一条通道 让鬼神冲进来 李天命的目光 变得更加星红 很好 我得让你们彻彻底底 死在炎黄的烈火中 说完这一句 九龙地藏再度冲天 杀戮 没有退路 这偌大的九龙地藏 变得空空荡荡 所有人都很紧张 只有角落处 一个紫发青年 抱着双臂 面露微笑 如同在看戏 是时候 换一个人寄生了 说完 他撸起了袖口 只见他的胳膊上 出现了一个发子的疙瘩 我说过 会让你 付出代价 他看着白发少年的眼神 充满了阴郁 第1934章 万神之皇 轰隆 三千万地藏大军出动后 九龙地藏 吸收着微型恒星员的力量 星海结界引动 化作九色神光 如同利剑一样 刺入漫天火烧云当中 这厚达数十万米的风暴火海之中 仅在青云大陆上空的区域 起码都有四亿以上的天狼鬼神 以至于在青云大陆上 都能听见那凄厉 尖锐的鬼哭狼嚎之声 放眼望去炎黄守护结界内 万寿呼啸奔腾 狼瘾重重 厮杀不断 火烧云内 不断发生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漫天火光建设下来 化作滚滚火雨 抬头可见 整个天空都是密密麻麻的火焰流星 砸得青云大陆和三天之地地动山摇 太阳之上 更知道不管是秩序天族还是万宗子民 不管是御寿师还是石神修炼者 所有人的命运都和脚下这一颗星辰绑定在了一起 甚至连天弓神界那边 在知道秩序天族自顾不暇的情况下 圣龙皇 北斗建尊等人主动安排大军离开天弓神界 带着上亿万宗战士 往青云大陆这个方向支援而来 大敌当前 作为炎黄神族的后裔 万宗也不甘示弱 作为万宗支柱的李天命 他的存在便是希望信仰 引领着万宗捍卫国土 守卫生民 这种精神信念 也在激励李天命自己 在一场旷世的恒星园之战中 去学习如何当一个真正的恒星园君王 轰隆轰隆 九龙地藏撞入炎黄守护结界当中 神幽鬼羽杀尽结 被万寿包围 处处阻碍 只能挣扎突围 但是九龙地藏不同 他如同寿王 炎黄寿朝不但为他让路 更是有数一巨寿 以他为首 跟着九龙一起冲锋 在这被火海吞没的战场中 九龙地藏更是大杀气 比他在辽阔 视野开阔的星空中 要好发挥很多 所以李天命非常明白 炎黄守护结界内 九龙地藏 拥有三倍以上的发挥空间 这是我唯一在这场战争中 打出优势的机会 天狼寒星的鬼神 为了攻破炎黄守护结界 快速 高效杀尽太阳腹地 重新选择了聚集 李天命的九龙地藏 在火烧云中毫无阻碍 如同万军火焰风暴 九色神光所向 就像是最大的超级星空巨兽 在这火海当中 掀起了滔天巨浪 那是什么 那些聚集在一起 一边配合抵抗炎黄兽巢 一边快速下潜的天狼鬼神们 忽然看到 左侧火海动荡巨大 万兽咆哮之声 震耳欲聋 更恐怖的是一个九色的球体诞生 瞬间扩大 响起了爆裂的轰鸣 火烧云 掩盖了九龙地藏积蓄力量的那一部分 当这九龙恋神靠近的时候 它就已经是超强状态 其光芒哪怕在火烧云中 都如此显眼 以至于站在青云大陆上 足以看到天上的火海 变成了彩色 更为绚丽 轰隆 一场震动天地的爆炸 响彻火烧云 那一瞬间 天空上有三分之一的范围 被九色漩涡吞没 九龙地藏的恐怖力量 在这火海当中 形成了滔天大浪 直接朝着四面八方滚过去 火烧云荡起了九色涟漪 一道道火焰波纹滚过去 无数的残枝断壁 砸在了下方的星辰守护结界上 被星辰守护结界绞杀 九龙地藏的神威 不止轰动了天狼寒星 也震得太阳声明 陷入混乱之中 因为很多人暂时都搞不清楚 到底是谁在发威 谁在死伤 只有上神以上 心里才清清楚楚 是他们的万宗君王 正在大发神威 李天命 万宗之王 万神之皇 无数星月成福的称号 落在了这一个年轻人的身上 李天命能清楚地感受到 他的帝皇神异 已经突破了上神的界限 朝着更底层的太阳声明蔓延 越来越多的万宗子明 知道他的存在 以至于他的众生线数量 以意为量级 不断往上增加 天意 神异 全部同道 半个太阳的声明 都以他为王 那才是真正的王 而不是飘在高层 没有根基 这种轰动人心的共鸣 是李天命心里最强盛的力量 他承载着众生之力 更加冷静 精准地控制九龙地藏 继续大杀四方 如此 更不能 让这些信任我的人们失望 绝对不能 让天狼鬼神 穿过两层守护结界下去 炎黄兽朝和九龙地藏 不可能阻拦干净六亿忧民军团 李天命再努力 还是有漏网之余 穿过炎黄守护结界 当他们正打算冲下太阳乱沙的时候 看到眼前的情况 他们忽然愣住了 前方是一片白色迷障 又是一个星辰守护结界 不可能 一个阳凡级世界 怎可能有两个星辰守护结界 可能是小型的迷幻结界 不是真的 不对啊 这个白色的 才是历史记载当中的 太阳的星辰守护结界 那刚刚那是什么 他们震惊得无以复加 本以为胜利在望 没想到才走了一半 没事 这个星辰守护结界应该不强 而且 这世界不足以支撑两个顶级结界 我们杀进去 摧毁他们大后方 他们就无以为继了 帝尊有令 继续冲 杀 那些狼手人身 浑身毛发 身躯甚至高达二十多米 血肉之躯 无比强韧的天狼鬼神们 经历短暂的犹豫后 一个个往星辰守护结界冲 轰轰轰 他们以神通开道 这个星辰守护结界 能力果然不强 这才正常 这白色的星辰守护结界 以迷雾 风暴 剑气为主 因为范围很大 覆盖整个星辰 所以 单点的杀伤力不算强 很多天狼鬼神一马平川 直接往里面冲 付出的代价 比炎黄守护结界 要低得多 就在他们兴奋地以为 马上就要到达狩猎场的时候 忽然 前方迷雾当中 兽影重重 人影闪烁 这可不是火焰凝结的万兽 而是万宗强者 真实的半生兽 李天命掌控着这个结界 可以遮蔽他们 为他们指路 精准狩猎 三千万地藏大军虽然不多 但对方同一时间 杀到下层星辰守护结界 这最后一道屏障的更少 必须打出时间差 所以 但凡有人下来 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 将其诛杀 这样我们才有人数 和时间的优势 一旦不够利落 让对方人数堆积起来 我们就麻烦了 这是太阳最后一道屏障 我们没有退路 让这些畜生下去 他们只会无差别的杀戮 不会有任何情面 龙婉颖脑子很清楚 和所有人对了一下想法 明白 他们这些天狼星眼中的猎物 已经在陷阱当中 等待多时 发现天狼鬼神 我这边也有了 准备 准备 杀 一个不留 越快越好 他们背靠结界 身上有银尘能及时给他们通报 以茶落补缺 现在银尘化作蝴蝶 炎黄守护结界他 不要上去 但是 他却能飞在两重守护结界的夹缝当中 哪边下来的天狼鬼神多 他看得十分清楚 银龙军 往东三百里 有一批二十万以上的天狼鬼神 地龙军 往西南方向五百里 有八十万鬼神 要快 他们即将突破结界 要想穿过这种猪杀结界 所有人聚集在一起 靠外圈的人用人命堆积 确实比较容易通过 不过 在这迷战一样的星辰守护结界中 万宗战士拥有眼睛 他们茶楼补去的能力非常强 而且单体战斗力 基本上比天狼鬼神强 杀 在这最后一层屏隐障战死的天狼鬼神 尸身直接往下砸 如暴雨般落下 所有的战场 已经杀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暂时来看 三千万万宗强者这边 因为单体强和时间差的关系 他们遇到的挑战不是很大 虽然对方总数多 但前面有炎黄兽巢和九龙地藏 同一时间来到他们眼前的天狼鬼神 基本都没超过一千万 那些本以为穿过炎黄守护结界 就成功的天狼鬼神 看到星辰守护结界 信心被打击得非常厉害 这破地方 什么玩意 两重 如果他们能看到下方的地藏大军 可能会绕着走 问题是 第二层星辰守护结界 迷雾重重 纵使杀鸡四伏 天狼鬼神们 还是往下冲 实际上 同一时间下来的人这么少 也归功于九龙地藏 和炎黄守护结界 轰隆 九龙 炼神再度炸炼 火烧云中 一个九色太阳冉冉升起 再爆裂成九色漩涡 将周围一切的生命 碾压为灰烬 李天命就怕他们不聚集 这一刻 九龙地藏和炎黄守护结界 完美互补 九龙地藏 逼对手散开 炎黄受潮 逼他们聚集 如此一来 他们聚集也不是 散开也不是 被九龙地藏追着跑 在这火烧云的肆虐当中 损失惨重 苦不堪言 关键是 火烧云内实在太吵了 耳朵时刻都是轰鸣的 可能身边的人说话都听不见 更别说听到大军的指令 是撤退 还是继续进攻 很多鬼神都没底 全军基本处在一个混乱状态 第1935章 神剑之战 这也得是炎黄加火烧云加九龙地藏 才会有如此逆天的组合效果 光靠窃天一族留下的星辰守护结界 还真是挡不住这二十多亿的恐怖鬼神 杀 杀 整个战场 完全处在白热化阶段 站在青云大陆上 只能看到苍天动荡 血雨和蚕尸 从天而降 轰鸣声就像是持续的雷鸣 再加着惨叫 狼嚎 喊杀等等声音 只会让人挤背发凉 头皮发麻 轰轰 九龙地藏冲锋 将一条人柱生生撞断 将上百万鬼神 顶在九龙地藏上前冲 黄暴的冲击力 震得这些鬼神五脏六腑都爆开 地藏后的兽巢 更是将这些人焚烧 撕裂 就在这时候 扑扑扑 侧方一道雪白的机械白狼出现 湮灭鬼雨化作铺天盖地的枪阵 朝着九龙地藏暴食而来 短时间没法挡住 当当当 九龙地藏遭受重击 那些长枪扎进了龙林上 在轰然爆炸 震得九龙地藏不断颤动 表面诸多龙林炸开 一片狼藉 甚至连星海结界都差点被冻穿 这是神幽鬼雨偷袭的结果 李天命不怒返校 连这神幽鬼雨靠偷袭 都能创伤九龙地藏 那我九龙地藏 凭什么不能轰破这神幽鬼雨 轰隆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九龙地藏陡然掉头 一边追着那神幽鬼雨 一边吸收地龙宫的恒星源力量 那九大龙手上 恐怖的力量开始聚集 颤动 消灶 神幽鬼雨偷袭之后 马上就回头逃窜 可他当场陷入了炎黄守护结界的制裁之中 如同陷入了深渊密密麻麻的炎黄兽影 撞击在其身上 这场面就像是十万巨兽 扑在了一头巨狼身上 死死地咬住他全身 轰 轰 神幽鬼雨奋力挣扎 但就是跑不远 而九龙地藏则一马平穿 飞得比平时还要快 在飞驰的过程之中 这九龙地藏的形态还在变化 最最前方出现了一根尖锐的尖角 这也是星海洁界的活用 李天命越是熟悉九龙地藏 就发现他的惊喜越多 轰 此刻的九龙地藏 简直就是深海中的箭鱼 他撕裂火海 呼啸着 浑身九彩光滑爆射 越冲越是凶猛 刺向那正在逃窜的机械白狼 对 捅他的钢铁菊花 给老子捅 引火十分兴奋 九龙地藏这一招 简直得到了他的真传 曾经他靠这一招 专门见遂淡淡 杀的地方半生受屁滚尿流 啊 李天命打住 那神幽帝尊是母的 那这是一头母狼啊 你捅的位置不对 再这样下去 九龙地藏就不纯洁了 引火怪叫道 你特么给老子滚 都这时候了 这傻子还给星海神剑分公母 要不是空不出手来 李天命都想把他 挂在星海神剑的剑间 把他注射进那机械白狼体内 嗡 嗡 身后的地藏 简直就是九色巨剑 这让那被炎黄兽潮着 中淹没的神幽鬼语 更加着急 他怒吼着 疯狂挣扎 浑身淹灭鬼语爆射 总算将周围的炎黄兽潮给湮灭 然而 对李天命来说 炎黄守护结界 真是帮了大忙 老子让你偷袭 李天命之怒 加上九龙地藏之怒 和炎黄兽潮之怒 三怒一体 神幽鬼语刚正脱开来 背后就一片冰凉 其内部的神幽帝尊回头一看 顿时惊魂失色 背后就是九色风暴 近在咫尺 怒火之中夹杂的寒光 简直叫人五脏六腑都炸了 神幽帝尊美眸顿时大变 就算在星海神剑内 他都有了三分颤抖 下一个瞬间 那九色光芒 连他都吞没了 咔咔咔 轰 周围无数的天狼鬼神 看到了这让他们颤抖的一幕 无数烈火当中 那体型更大的九龙地藏 以恐怖的速度冲刺 狠狠撞击在神幽鬼语的后部 以此同时 九龙恋神还爆发了 可以明显地看到 那九龙地藏最尖锐的 形如剑尖的一部分 直接撕裂了神幽鬼语的后部 刺入骑马三分之二 将这机械妖狼 破开了一个巨大的伤口 以此同时 九龙恋神的爆炸 更是致命一击 当当当 在这爆炸之中 那神幽鬼语的后部和后腿 当场爆裂开来 无数的金属碎块炸开 九色恒星元力量 如烟花一样绽放 扑扑扑 那碎裂的金属碎片 甚至将周围不少天狼鬼神的躯体 直接动传 轰隆 持续爆炸的余波 更是将神幽鬼语冲击了出去 在火海当中翻滚 只需要定睛一看 就能看到这白狼 几乎被炸得焦黑 更恐怖的是 他的两条后腿 尾巴 包括三分之一的躯体 直接被炸裂 爆得到处都是 那伤口处无数的天神纹 正在紧急修复 维持着星海神剑的稳定 但也效用不大 这一幕 简直让天狼鬼神们 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 神幽鬼语被灭了三分之一 这比清明帝尊战死 都还要让人觉得挫败和羞辱 因为帝尊一代代都会有 然而星海神剑 才是一个士族的根基 哄 哄 此刻的神幽鬼语 就像是被打断了腿的狗 想夹着尾巴都没有 只能哀嚎着往上方爬 很显然 神幽帝尊自己想逃 连星海神剑都会被打破 估计他自己都猛了 或许他从没想过 这一次天狼星入侵 竟然会如此凶险 按照道理 无星虫把星辰守护 结界搞定 秩序天族和万宗内战 死伤无数 天狼星这时候降临 简直就是欲棒相争 渔翁得利 现在他傻眼了 利呢 他们这渔翁刚伸手 就被玉拙瞎了一只眼睛 再被棒架坏了一只手指 说白了 要是在星空中 以彼此的灵活 还有开阔的视野来判断 九龙地藏 很难将神幽鬼语统成这样 只能说 炎黄守护结界太神 对神幽鬼语的限制太大 当然 九龙地藏本身来自 地天级恒星园的出身 其材质的刚硬 和星海结界的高端 也是一方面 牛逼啊 你小李子 人家还是个女孩子 你粗也无情 就算了 还把腿都给炸断了 引火叹为观止 滚 这绝对是痛打落水狗的机会 李天命深深明白 一个打出优势的机会 对太阳来说多么重要 天狼艳星想让天狼寒星打出优势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 李天命也想在这边打出优势 牵制另一个战场 在这种情况下 这边的战争会更加刺激 第1936章 神幽破灭 追 他双目赤红 狂吼一声 九龙地藏调整了一下方向 直接冲着那瘸腿之狼追去 与此同时 炎黄兽朝简直善解人意 看到神幽鬼语重创后 数以千万的火焰巨兽再度扑了上去 砰砰砰 他们再度缠住了这机械白狼 对方本来都爬不动了 身体还被这么多的火焰巨兽纠缠 那些神龙 凤凰 麒麟等等祥瑞之兽 是有 擎拿 死死地按住他 神幽鬼语疯狂挣扎 仍然慢如归宿 这炎黄守护结界 就是一个炼狱深渊 近来容易 要是断了腿 出去就难了 再来 李天命眼睛一亮 直接顾忌重施 轰轰轰 暴乱的九龙帝藏滑破长空 卷动着九龙炼神 尖锋对准这断腿的机械白狼 给我破 轰隆 从体型对比来看 九龙帝藏就像是雄狮 而神幽鬼语是断腿的母狼 只能爬着前行 拖了满地的血迹 又是一次致命一击 神幽鬼语被撞击的瞬间 还被九龙炼神正面轰炸 嗡 如世界末日般的毁灭画面 再度诞生 神幽鬼语下半身再度爆裂 无数的金属钢铁碎片狂飞出去 它整个背部又被炸开了一个大坑 整个躯体已经接近支离破碎的状态 一时间 无数的钢铁暴雨 从炎黄守护结界落下 砸在了星辰守护结界上 这下银沉可乐坏了 直接在半空中阻结 然后狂吃 这些能用来当星海神剑的金属材料 很多都是九阶天地神矿 非常顶级 一小块都是大不要 连续两次爆炸 神幽鬼语已经剩下不到一半 这已经是星海结界承受的极限 此刻的神幽鬼语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而且修都修不好了 连狼腿都断了三条 一个传承万代的根基 就这样被毁灭在炎黄守护结界中 对任何天狼鬼神来说 这都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噩耗 清明幽冤虽然也没了 但毕竟没破 他们认为迟早可以拿回去的 神幽鬼语 那就不同了 李天命几乎能听到 周围所有的天狼鬼神都在痛哭惨叫 这是给这帮侵略者最大的心理打击 对此 李天命只想说 都给我死 他根本没有停留 第二波攻击后 才是真正趁他必要他命的时候 此刻炎黄兽巢再度缠住那崩溃边缘的神幽鬼语 李天命第三次聚集九龙恋神的力量 轰隆 九色能量球 直接砸在了神幽鬼语的狼头上 肉眼可见 那正在崩溃边缘的星海结界 直接遭受致命一击 当星海结界爆破后 整个神幽鬼语就是一堆废铁 哦 偌大的狼手 直接被砸出一个窟窿 哦 这属于天狼寒星的传承神物 彻底在炎黄守护结界中 画上了句号 当当当 无数的钢铁碎片甩飞出去 从火烧云中落下 如此一幕 但凡看到的天狼鬼神 内心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基本上心灵支柱都崩了 好在火烧云内一片混乱 真正看到这一幕的鬼神不多 要不然 就是全军心态炸裂 这是扭转局势的壮诀 李天命不会放过宣扬的机会 他用银沉 自己打爆了天狼寒星星海神剑的消息 传到天下苍生耳中 地藏大军第一个知道 一时间群雄振奋 杀了神幽帝尊 所有人目光星红 对着苍天大吼 神幽鬼雨都灭了 怎可能放这样的大人物逃走 这是李天命打出优势 最好的机会 这也是众星所向 在这一点上 李天命和万宗强者 甚至和太阳 声名是共鸣的 这可是六亿幽名军团 不是开玩笑的 炎黄守护节节再强 都不可能挡住全部 他们迟早攻破两重防线下去 大杀四方 这时候有机会不扩大优势 就是拿太阳的未来开玩笑 神幽鬼雨一灭 天狼韩星的精神意志毁灭一半 神幽帝尊在死 这帮幽名军团 除了纸面上的战斗力 一无是处 那时候 就算诛杀不了他们 也能抗住天狼韩星的入侵 轰轰轰 神幽鬼雨爆破后 神幽帝尊肯定当场逃了 在这复杂 混乱的火烧云中 要逮住一个帝尊 那是相当难的 幸好李天命 早就做了准备 他第一步 就是让上千万银尘出去 直接附着在神幽鬼雨表面 哪怕这些暴乱的火烧云 会毁灭银尘的身体 但 如果能锁定神幽帝尊 丧失千万身体又如何 第二步 就是叶凌峰了 外面战场上 太多鬼神死者 叶凌峰在李天命 第二次诛杀前就出去了 战场虽然乱 但他从灵魂层面上去 追踪一个四镜地魂 反而很容易 而且整个过程 他还在持续吸收地魂变强 轰轰轰 毁灭神幽鬼雨后 炎黄兽巢仍然在 饰咬他的残骸 李天命驾驭九龙地藏 出现在这残骸的上空 叶凌峰和银尘 都在疯狂找人 快快 一定要找到他 李天命已经在祈祷了 他自己确实很难 忽然 银尘直接给了信号 你们别乱走 李天命和微声默然 李清宇 与子谦说了一声 直接冲出九龙地藏 朝着银尘指示的方向 追踪而去 没他掌控 九龙地藏 暂时在静止状态 人是叶凌峰找到的 他从原始魔尊的传承中 得到了一些灵魂追踪之术 在他打开异度界之门 吸收地魂强大的过程之中 作为除了叶凌峰之外 周围唯一的四境地魂 仓皇逃窜的神幽帝尊 还算比较明面 当然了 神幽帝尊刚从里面逃出来 本来就不远 要不是这里是火烧云内 李天命一眼就能看到他 根本不用叶凌峰追踪 他刚以肉身来到火烧云内 第一次见证 这炎黄守护结界的恐怖风暴 到处奔腾的兽影 让他内心震动 更别说那些天狼鬼神 走 他驾驭着急速飞奔的喵喵 冲向叶凌峰所在的地方 他已经纠缠住了神幽帝尊 等待李天命到达 喵喵喵 喵喵不受炎黄守护结界干扰 以雷霆飞奔速度极快 他直接破开前方火海 在风驰电车之中 不到三夕时间 直接奔赴到战场 这也说明神幽帝尊根本没逃远 呼 穿破火海 李天命直接看到了 正在战斗的两人 说实话 如果能以九龙帝藏轰杀神幽帝尊 李天命没必要出来 主要还是因为帝尊单体太灵活 而这里太混乱 很难命中 他才需要靠自己动手 小枫 叶凌峰现在吸收的帝魂还不多 他阻拦干扰神幽很吃力 幸好李天命来得快 没事 叶凌峰直接退后 但他没有离开多远 而是打开异渡戒之门 直接在这吸收帝魂 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轰轰轰 李天命毫不客气 几大半生兽全部出现 十方纪元神剑冲销而出 连太一幻神都横在了神幽帝尊的头顶上 混沌神阳 可轮回神阳展现 不管是半生兽还是石神 亦或者是幻神 在吸收超过两百亿的众生力量后 直接强盛到了极致 这一次战争 使得李天命的声望波及到凡尘世界 凡尘世界最不缺的就是数量 这两百亿的众生线很快会飙升到三百 四百 虽然这部分都是天翼 而不是神翼 可要是到达千亿以上 也足以让李天命拥有新的蛻变 千亿众生 那就是当之无愧的太阳之王 此刻 怒火喷涌 万寿奔腾 李天命三大战斗体系齐出 围住了只有一个单体的神幽帝尊 先前那野性 矫健 自信 甚至想招安李天命的美人帝尊 此刻脸色惨白 连那小麦子的肌肤 都显得苍白了许多 他原先充满了侵略性的目光 如此却微微轻颤 看着眼前这个少年 说实话 星海神剑被强行捅乱的那一刻 他刚硬的天狼之心 也几乎被李天命用剑捅乱 作为渔翁 他从没想过 自己会沦落到此刻的困境 他被包围了 在这混乱的结界中 连他的幽民军团 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现在这六亿幽民军团 还在往下冲 带给地藏大军巨大的压力 可问题是 他危险了呀 心情震动中 想到李天命虽然据说和太阳帝尊战斗过 但毕竟还年轻 他心里还稍微淡定了一些 尽量抛开神幽鬼与毁灭的内心崩溃 深吸了一口气 对李天命道 或许我可以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如果你这时候选择投降 我真会带你去一个真正适合你的地方 我不得不说 你太不可思议了 以你这样的人 一定知道 秩序星空很大 真正强大的恒星园世界 有太阳百倍大小 对吧 我投降 李天命耸耸肩 笑了 神幽帝尊皱着眉头 还想为自己争取 李天命却嘘了一声 然后道 你别说话 把人头送上来 我要用你的头和神幽鬼语的残骸展示给你的同胞看 让他们明白 一群野狼也胆敢来我太阳 会是什么下场 第1937章 冰月神刀 对李天命 万宗 太阳而言 时间都无比紧迫 一瞬间 都浪费不得 虽然不知道太阳帝尊那边是什么情况 起码在李天命这边 炎黄守护结界的压力非常大 这时候 冲破炎黄兽巢 杀到星辰守护结界内的天狼鬼神 明显增多 三千万地藏大军压力大增 逐渐到达承受极限 一旦他们运转不过来 没达成快速清扫的目的 就会导致防守崩盘的效果 李天命通过迎臣 通晓整个战局 心里自然比谁都清楚局面 他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改变 所以 在那神忧帝尊 还想继续以招安为借口拖延的时候 他不再多言 直接攻杀而上 他的五大半生兽 主要为李天命 挡住周围袭杀而来的天狼鬼神 而李天命自己手持神罪剑 剑指 这妖娆的野性美人神忧帝尊 身后十方纪元神剑呼啸 体内七大八阶神灾剑气 汹涌汇聚在神罪剑中 曾经有对决太阳帝尊的经验 而今比当时更强 李天命起码在信念和意志上碾压神忧帝尊 通过众生线的牵连 只要李天命愿意 他能让那三百多亿的众生 相当于看到战况 当太阳生民们知道他 已经和天狼帝尊面对面搏杀的时候 一时间苍生振奋 战念滔天 所有的怒火通过众生线 传递到了李天命的身上 伴随而来的是 更加磅礴 炽烈的众生力量 在神忧帝尊面前 李天命已经如同星空见神 他见昭安无效 还被轻视 眼神早就已经如寒潮一样冰冷 杀鸡从其身上弥漫开来 啊 他仰起头 直接发出一声尖锐的狼嚎 这声音盖住了炎黄守护结界的咆哮 周围骑马有十万天狼鬼神 齐齐竖竖起了耳朵 如同得到了狼王的召唤 帝尊召集我们 快 声音来自那个方向 对于六亿多的幽冥军团来说 十万天狼鬼神 只是沧海一宿 然而 如果这些鬼神围住李天命轰杀 他和半生兽想突围都成问题 加上神幽帝尊不弱 他很可能死在这 这对李天命而言 无疑是一个噩耗 这意味着 他必须要更快地争分夺秒 就现在而言 周围的天狼鬼神 已经有数千个了 反观李天命 只能在自己的地盘单打独斗 光是这数千人 在萤火 他们五个的袭杀之中 很快都成了狼士 但 很明显可以感觉到 随着神幽帝尊的小范围召集 接下来周围的天狼鬼神 会越来越多 你尽管弄他 我们给你护法 萤火大气说道 在炎黄兽朝内 他如有神助 飞驰之间 无数火焰凤凰追随 相当于有了数万小弟 嗯 有混沌神阳在 李天命相信他们 你这是神罪剑 就在李天命杀到 神幽帝尊眼前的时候 他忽然尖叫了一声 声音里充满了难以置信 神罪剑 据说失落在一个 叫做紫药星的地方 怎么会到你手上 神幽帝尊死死盯着这把剑 雪白的峨眉深深皱着 眼神更加凶悍 这种抑郁风情 确实很有风韵 只是李天命不但不解风情 更是连神罪剑都不想回应他 他看得出来 作为无天组织一员 游离在远离道玄星域的地方 天狼星整体是非常闭塞的 毕竟他们 是执行狩猎任务的血腥猎人 天道玄族 不会让他们和普通人接触 更不会将他们的存在 公诸于世 不过李天命倒是没想到 这神幽帝尊在他出手的时候 竟然拿出了另外一把九阶秩序神兵 李天命记得 清明帝尊都没有九阶秩序神兵 这说明 天狼韩星这两个帝尊 神幽帝尊应该更强一些 地位会比清明帝尊高一点 他这把兵器 让李天命 有一种非常眼熟的感觉 那是一把非常轻薄的戏刀 整体的材质和神罪剑极其相似 只不过 他这轻薄的刀身 更像是寒冰所著 您很好奇 我这是神罪刀 也叫做冰月神刀 它的主体也是无相冰晶 只是九阶元素神灾为冰河神罪 对比神罪剑 这把刀更冰冷 而且 他们原本就是天生一对 是我们天狼韩星的先辈 共同打造出来的 神罪剑 本属于清明天狼族 神幽帝尊眼神更冷了 很明显 他想夺回神罪剑 这一剑一刀乃是他们天狼韩星的象征 阴河神罪和冰河神罪也是一个系列 极其相似的元素神灾 阴河神罪更倾向于寒毒 而冰河神罪更倾向于冰冻 李天命看了一眼 那又窄又细又薄 如同一片冰刀般的神罪刀 就有一股森冷的寒意涌上全身 这是很夸张的事情 因为阎皇守护结界内 已经把全体天狼鬼神都烧得通红 这说明神幽帝尊还是有本事的 他知道李天命不会留情 便也直接展现最强状态 要不然 若因为对方年轻而轻敌 以至于被斩杀 那就亏大了 虽然这里是他的地盘 但他却无帮手 只要纠缠下去 离开星海神剑的他 必死 神幽帝尊 只需要抓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他那线长的手指握住了冰月神刀 冲着李天命露出了他的尖牙 下一个瞬间 他的身体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就如喵喵变身为地魔混沌一样 咔咔咔 骨骼如爆裂般巨响 冰冷的寒潮 从其身上涌出 周围的烈火 直接被白色寒气冰冻 而在这过程中 他的躯体不断变大 连其手中的神醉刀 也就是冰月神刀也在变大 哄哄 当神幽帝尊的躯体 竟然把长到百米以上的时候 冰月神刀的长度 也成了四十米大刀 和他完全匹配 此时的神幽帝尊 浑身长出银色的毛发 虽然人立着 但更像是一头雪白的妖狼 连那极具抑郁风情的脸 如今也成了雪白的狼手 一双眼眸如同浩月 尖锐的牙齿堪比神兵 这简直是李天命 见过体型最大的鬼神 当然 除开江无心 那一个吸收血脉走火入魔的躯体 说实话 这样的狼人鬼神 更像是人和半生兽的合体 他们有人的智慧 能修炼战觉 也有半生兽的神通和强悍的血肉之躯 当然 鬼神有很多种 比如天道三星的无面鬼神族 给人感觉更高端一些 呜呜呜 浓重的白色寒气 从神幽帝尊巨大的身体释放出来 这一头母狼更是成为了焦点 吸引着他大量的狼子狼孙 冲着这边来 白米以上的身高 说实话 虽然不如半生兽 却能让他对半生兽 有很大的杀伤力 而且也不失灵活 基本上可以说 处在一个非常完美的战斗状态 最起码 他在李天命面前 已经巨大无边 第1938章 剑与龙共舞 鬼神同样需要宇宙神员 所以这神幽帝尊双眼内 星辰无数 和蓝黄都差不多 明明在炎黄守护结界内 可李天命第一时间 感觉到的是极致的冰冷 他本来杀向神幽帝尊 可迎面撞来一阵寒气 几乎将其冻结 冰冷的阴寒 疯狂涌向四肢百骸 冻得李天命骨头都疼 无知小儿 不知天高地厚 神幽帝尊纳如两轮圆月般的眼睛 射出两道白色寒流 冲击向李天命 这是其神通 染骨寒潮 嗡嗡嗡 那两道白色寒流 简直无穷无尽 就像是两道滔天水柱 所到之处 连炎黄寿巢都被冻结 下一个瞬间 不只是他的双眼 其全身都涌出了雪白的冰雾 那冰雾就像是沧海一样卷开 肆虐四周 几乎相当于在这火焰海洋当中 自己开出一个冰寒湖泊 吱吱吱 那些染骨寒潮 不但冰冻李天命 甚至连十方纪元神剑都冰冻 李天命周围的火焰世界 被瞬间改为寒流世界 他如同坠入冰窟当中 极致的寒冷 在冻坏身体 骨骼 甚至涌入每一个界子当中 将五层天心纹都冻结 在我的神通之内 你想动动呢 李天命 你拿什么和我斗 神幽帝尊那幽幽之音十分冰冷 他直接破开寒潮 出现在李天命眼前 那手中的冰月神刀 直接批斩向李天命 当 这一刀批在了泰山之上 对方是血肉能力和性能原力 完美结合在一起 单体战斗力十分夸张 力量方面是优势 故而这一刀 直接将太医幻神化作的泰山 都给批成了两半 汹涌的染骨寒潮 还在继续朝着李天命迎面扑来 你们石神修炼者 玉兽师 帮手多 神幽帝尊 显然十分不屑 就在这时候 他的身体上 无数寒气涌现 在其身边凝结 一时间竟然化作二十头 和他体型差不多的寒冰妖狼 那些妖狼完全由冰寒力量组成 却如真狼一样 凶利 阴寒 杀气冲天 这亦是一门神通神幽狼影 作为帝尊 这家伙手段多的是 如果没有混沌神帝传承和众生线 多少个李天命 都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李天命只是借助众生之力 才有资格 面对如此鬼神狼王 哼 神幽帝尊轻蔑一笑 他那偌大的身躯 陡然移动 再度以恐怖速度杀来 所到之处全是寒潮 与此同时 他那些神幽狼影 时刻伴随在其身边 跟着一起杀相李天命 果然 他比喵喵都还要灵活 诸多神通显微的同时 他手中的冰月神刀内 冰和神醉的力量 也在疯狂释放 九镜神诀 韩月鬼刀诀 复杂至深的九镜神诀 神幽帝尊信守拈来 与此同时 然谷寒流和神幽狼影等神通 同时扑向李天命 作为天狼韩星现在唯一的帝尊 他在神幽鬼语破碎后 战斗的信心反而越来越强 那韩月鬼刀诀斩 冰月神刀千变万化 一时间冰和神醉 如同绝地洪水一样 朝着李天命蔓延 前方整个世界 仿佛都是冰和 而冰和之中 好像藏着千万的弯月 每一道弯月 都是割喉的刀刃 这就是韩月鬼刀诀 融合了冰和神醉的威力 他的杀伤力 更是让帝尊以下 连抵抗的可能都没有 这样一招横扫过去 十万大军 估计都得在冰洞当中 被撕裂为碎末 杀鸡 全部藏在寒潮之中 一般人必死无疑 李天命已经停下脚步 以单薄之躯 面对着惊天寒潮 对比着漫天刀光和冰河 他渺小得如同蝼蚁 看起来只会被化为灰烬 然而 在神忧帝尊这杀招面前 他却歪嘴一笑 天狼寒心帝尊 就这样 胆敢说出这句话 绝非是不知好歹 而是李天命 在三百多亿众生的支撑下 有资格这样说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的背后 有着半个太阳的声明 所有人都为了活下去 为了这传承数百万年的家园 和李天命一起并肩战斗 为他提供最强的力量 这时候的他 强得自己都害怕 冰河神醉 冰月神刀 诸多神通 超强肉体 加上寒月鬼刀绝 就想灭了自己 在这寒流风暴中 他单手握住神醉剑 在其身后 十方纪元神剑 化作数百万石神小剑 这些小剑撕裂了寒潮 以狂暴的剑翼重新动了起来 将冰寒彻底破开 与这十方纪元神剑 已经吸收了太多的众生之力 每一把都已经超越了极限 包括李天命自己 他这次握剑的手 是左手黑暗壁 那是因为 去恒星园内核锻造后 他的摩天壁 已经有了一定的强度 此刻那外圈的黑点 融入内圈当中 窃天之眼当场变得漆黑 于是摩天壁也因此 绽放出暴烈的黑光 起码不输给神幽帝尊的 血肉力量爆发 来 李天命低吼一声 这一刻的眼神 比神幽帝尊还要野兽 嗡 一剑出手 百万剑跟随 嗡嗡 数百万石神小剑 缠绕在他的身上 让他人化为剑海 而他是剑海当中 最锋利的一个点 九龙天结剑 八剑合一 闪光沙剑 谢继凶剑 火袍龙剑 深渊剑刺 剑血浮生 圣渊要魂 一剑归须 天剑炼神 一次性施展八剑 八剑又融合为一剑 而在石神部分 八剑都在 轰轰轰 剑气之中 万龙咆哮 李天命这剑之风暴 瞬间形成 堪比对面 冰河寒潮的规模 甚至很快膨胀到 比对方更大 很多天狼鬼神 刚刚赶来 就看到了这一场 世纪对决 论场面来说 两位强者靠神通 和石神产生的动荡 仅次于 星海神剑 在炎黄守护结界内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神游 天狼鬼神 无比狂热 数万鬼神 开始咆哮 但 就在下一个瞬间 他们看到那火焰中的剑气风暴 几乎以摧枯拉朽的势头 直接压倒冰河寒潮 暴乱的剑气 将寒潮中的弯月 绞杀粉碎 当当当当 龙和剑气共舞 无数神龙剑气 势如破竹 以绝对碾压的姿态 将神游帝尊眼前的寒潮破碎 在这万剑之间 一个白发少年一马当前 直接杀到了神游帝尊眼前 面对这样的巨人 他丝毫不变色 手中神醉剑穿刺 周身无数石神小剑伴随 那一瞬间 李天命掌控的剑 比神游帝尊的四十米大刀还要大 哼 对于眼前这神游帝尊 李天命同样回应了 这一个轻蔑的笑容 好 神游帝尊完全没预料 他能强到这种程度 说实话 他的脸色已经微变 但是身份和士族荣耀 不允许他产生恐惧 当 失散多年的神醉剑和神醉刀 击撞在一起 因和神醉和冰和神醉的力量 暴乱冲击在一起 李天命的左手黑暗臂 和对方鬼神之躯 同样正面冲击 或者这一些都差不多 但关键在于 李天命身后 来自三百多亿众生的力量 更加狂暴 光这一种 就让李天命以碾压的姿态 正非那冰月神刀 整个人化作黑暗流星友一样 从神游帝尊的咽喉位置 直接冲杀过去 扑吃 鲜血飞溅之中 他全身鲜血淋漓 人 已经到了神游帝尊之后 而那寒潮中 神游帝尊呆立当场 脖子上被穿出了一个洞窟 第1939章 送给清语的礼物 鬼神族很依赖身体 当神游帝尊脖子上 那巨大的血窟窿 同时截断了脊椎 他的头和躯体 就没剩下多少血肉相连了 啊 那一刻 他的目光当场溃散 死亡来得太快太凶猛 就像是一场风暴 在他还没做好准备的准备 就将他卷入了死亡深渊当中 他走上了和清明帝尊一样的路 不 不要 面对如杀戮风暴一样 雷厉风行的李天命 这时候再说不要 已经晚了 或许在他的预想中 天狼双星捕获一个连星辰守护结界 都没有的太阳 等于狮子薄兔 轻而易举 而当初清明帝尊 也是这样想的 现在再后悔自己没有更慎重一些 已经来不及了 李天命 我们天狼星的背后 是天道学 神忧帝尊脸色惨白 发出凄惨的狼嚎 挣扎着想要回头 求李天命 给他一条生路 然而就在下一个瞬间 李天命身后的数百万十方纪元神剑 如同剑之海啸 撞击在其身上 瞬间刺出千疮百孔 扑扑扑 百万剑穿身 这场面 实在太壮观了 神忧帝尊 完全成了一个筛子 哪怕一把石神小剑 穿透不了他的强悍肉身 但无数石神之剑前扑后继 一剑接着一剑 只要血肉出现伤口 就有万剑穿心 轰隆 天上重新凝聚的太一幻神 如同巨山落下 砸在了神忧帝尊的脑袋上 在万剑穿心的时刻 这恐怖剧力 直接把神忧帝尊的狼手打歪了 搭拉在了身体上 或许只剩下几层皮 还连接在一起 哦 这妖狼帝尊无力地发出最后的哀鸣 也挡不住死亡的命运 断头加上百万剑穿身 自然死得不能再死 他视野里最后一个画面 是这怒火滔天的火烧云 浓雾散尽 好像变得一片清明 一片清明 自然免不了无数被他召唤而来的天狼鬼神 看到他此刻的惨状 这是他死亡之前 内心遭受的最沉重的一击 作为天狼寒星现在唯一的领袖 以最惨的方式 在刚刚开战的时候 就死在前线 而且连星海神剑都被摧毁 这样的凄惨结局 他从想过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而且 这样的死亡 也会导致天狼寒星的沾沾念 发生断崖式的下跌 曾经因为清明帝尊战死 而感觉羞耻 郁闷的天狼寒星 心态绝对炸脸 扑痴 最后 他意识到 他这巨大的狼手 已经被李天命用神罪剑 化作剑链给缠住 生生从其身上给割了下来 他倒是帮了李天命 幸好 他化作了狼手 要不然 这么有风格的异域美人 还真不好下狠手 你 命魂消散的最后一夕时间 他看到了 用剑链拖着一个巨大白狼手机的李天命 隐约之中 他看到这少年身上 有着无尽白色浓雾 这些浓雾 延伸出了数百亿的丝线 就像是结界灵线一样 涌向炎黄守护结界之下 以神幽帝尊的见识 他都不知道 这数百亿的丝线是什么 但他直觉明白 这就是打败他的东西 他产生了灵魂深处的恐惧 嗯 击杀神幽帝尊后 趁着引火 他们还能抗住天狼鬼神的冲击 李天命以最快的速度 拿到了一些东西 第一呢 是神幽帝尊藏在神幽鬼语中的虚迷之界 这虚迷之界的品质很高 达到七阶秩序神兵的水平 内部空间巨大 藏着神幽帝尊很大一部分的财物 李天命粗略看了一眼 发现其中有帝尊神愿的存在 而且不止一个 一共四个 这着实是个好消息 现在是大战时间 他也没时间仔细去探查这些八星宇宙神员的具体属性 不过粗略目测 有一个适合先贤 神幽帝尊的财富 是天狼含星最顶级的 他们作为狩猎者 资本确实雄厚 这虚迷之界内携带的巨量修行资源 不管是天地神矿 草木神灵 秩序神丹 秩序神兵 还有各种品级的神员 甚至是传承天魂 都是海量的 除了这虚迷之界 李天命得到的第二个收获 是和神罪剑一起打造的神罪刀 也就是冰月神刀 神幽帝尊战死 他已经成了无主之物 有趣的是 他的气魂也是黄泉鱼 其实 按照天地宇宙的常态 李天命击溃了神幽帝尊 也相当于征服了这把刀 所以 当李天命握住冰月神刀的时候 虽然还不算认主 但最起码 他不敢反抗 而且 他和神罪剑的黄泉鱼 还产生了情感互联 很显然 他们曾经可能是一对 如今在失散多年后 在李天命手里团聚 手上握着这把冰封之刃 李天命感觉 他的威力不比神罪见差 这把刀 还挺适合清语啊 这丫头最近受苦太多了 正巧 送她一个礼物 也算是脾气太来 扭转乾坤了吧 就算现在不能降服这冰月神刀 以她的天赋 李天命认为 未来肯定没问题 好久没看到他游心的笑容了 希望这个礼物 可以让他高兴一些 他若是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 也能忙碌起来 转移一下注意力 作为兄长 李天命可谓考虑得非常周到了 当然 这些考虑 也就是电视火光之间的事情 就在他拿到冰月神刀的一瞬间 另一件事情发生了 哇 李天命周围 很大一片区域的火烧云 就跟消失了一样 直接看不见了 而且这个范围 还在快速地扩张 短短时间内 整个战斗区域 直接从木火滔天状态 变成了透明状态 这就导致 炎黄守护结界 和火烧云 都跟消失了一样 高达数亿的幽冥军团 全部出现在李天命的视野当中 这种透明状态 甚至在李天命 绞杀神优帝尊的时候 就出现了 这一刻 天下大白 李天命陡然惊魂 炎黄守护结界 和火烧云都没了 帝尊这是在害我 还是他已经溃败了 说实话 这一刻李天命的心 狠狠地抖动了一下 如果帝尊战死 炎黄守护结界被破 那等于太阳也完蛋了 正常来说 李天命好不容易打出优势 太阳帝尊不可能 这时候来害他的 这样实在短视 荒唐 第1940章 一头冰水 下一个瞬间 惊魂这才消失 李天命发现 火烧云和炎黄守护结界 并没有消失 那炎黄兽巢还在 火烧云的烈火也都还在 只是变成了透明 杀伤力不变 幽冥军团 还是受困状态 不过 这也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幽冥军团之所以被困 也是因为火烧云自带迷障 嘈杂的声音和奔腾的怒火 让他们陷入混乱 如今一切归于清明 很容易让幽冥军团找到方向 帝尊操纵炎黄守护结界 做出透明的改变 到底为了什么 李天命本是以为他 趁机给自己下半子 不过 当他忽然发现 周围的天狼鬼神脸色大变的时候 他忽然明白了 太阳帝尊做法的意义 那是因为 此刻的李天命 手中剑链缠绕着神幽帝尊 鲜血淋漓 惨然至极的狼手 在他身边 全是神幽鬼语的碎片 而且神幽帝尊那千疮百孔的尸体 还没有被烈火烧干净 这样的画面 视觉冲击力太强了 清明帝尊战死 清明幽冤被夺 已经是天狼寒星最大的痛 而这一刻 刚刚开战 他们竟然亲眼看到 神幽帝尊被杀 神幽鬼语被毁灭 这等于天狼寒星的两大支柱 直接倒塌 对所有目睹 这一切的天狼鬼神来说 这都是撕心裂肺 难以置信的现实 很多人都看到了 透明的炎黄守护结界 再无秘密 尤其是被神幽帝尊召唤而来的帮手们 他们不但看到了 还听到了 所有的事实 清楚地展现在他们面前 于是 战场那短时间陷入了失声的状态 从极致的吵闹到极致的失声 只需要一瞬间 下一个瞬间 眼前的烈火再度重现 炎黄守护结界的 兽巢继续厮杀 震耳欲龙的焚烧 轰鸣声 再度遮蔽了一切 眼前的世界 重新回到火焰炼狱 包括李天命 也重新被烈火吞没 只透明了几夕时间 却让幽冥军团 亲眼看到了 神幽帝尊之死 大战刚开 主帅先死 这对任何一个军团来说 都是致命打击 这就是太阳帝尊的用意 也就是说 他通过炎黄守护结界 能了解到李天命这边的状况 推波助澜 再帮了李天命一把 轰轰轰 而且 他还加强了这边炎黄兽巢的杀伤力 神幽帝尊已死 神幽鬼雨破灭 天狼寒星死伤无数 哈哈 太阳 帝尊那猖狂的笑声 竟然在炎黄兽巢中 每一头火焰巨兽的口中发出来 他们口吐人言 幽冥军团所有鬼神 更是听得清清楚楚 太阳万宗 开始反杀吧 先灭寒星 再破燕星 将这些畜生灭绝干净 为秩序星空清除垃圾 这货简直狂抢风头 说得好像诛杀神幽帝尊的人 是他自己一样 不过 他倒是帮了李天命 因为炎黄守护结界的放大 导致太阳之上万宗区域内 无数声明 凡人 都听到了这一个事实 李天命斩杀神幽帝尊 这是天狼星入侵开战到现在 第一个喜讯 还是没让人失望的天命之子 于是 他在万宗的辐射力 更向基层渗透 很多 常年居住在山野小城的繁殖境界修炼者 更是将这二十几岁的神话 奉为上神中的神王 神帝 一旦建立狂热的信仰通道 李天命的众生线 还在疯狂飙升 哪怕现在增加的基本上都是天意 对他来说 只要数量够 那也很鼎视 坦白说 这时候的李天命 确实感觉到很爽 他气魄滔天 意气风发 他用剑链 托着神幽帝尊的狼手 打算直接绑定在九龙地藏上 继续大杀四方 方才天狼鬼神都看到了他们的帝尊之死 神剑之灭 此时正是内心动荡 不知进退的时候 每个人相当于被浇了一盆冷水 太阳帝尊这时候加强了我这块区域的结界杀伤力 所以 现在正是打出优势的时候 抓住机会 乘胜追击 重创优明军团 才算重创天狼寒星 优明军团 才是根本 面对这最好的机会 李天命一息时间都不想浪费 他不想和太阳帝尊玩星际 天狼双星之强 一步走错 太阳就会陷入死亡地狱 现在好不容易拿到先机 绝对不是尔虞我诈的时候 这边打出优势给天狼双星施压 缓解那边的压力 也是在守护太阳 小枫 萤火 方才他们都在为李天命护法 此刻更是被无数愤怒的天狼鬼神围攻 李天命能杀神忧帝尊 他们功不可没 尤其是叶灵风 他所吸收的帝魂已经到了一定规模 因此 他的实力已经在短期内到达了帝尊级别 为李天命挡住了海量的敌人 回去 有如此恐怖的九龙地葬 李天命当然没必要在外面厮杀 受到他的召唤 在由李天命掩护 半生兽们和叶灵风 魂魔 都迅速回到了他的身边 来到了九龙地葬下方 他和叶灵风对视了一眼 在彼此眼中 他们都看到了短期胜利的希望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 他们真的很顺利了 杀吧 接下来 无人可挡的九龙地葬 势必缅压 信心溃散的天狼鬼神 就算费尽冲过炎黄守护结界 下面还有星辰守护结界 和地葬大军 这是一场全面绞杀 李天命的斗志 简直攀升到了极致 就在这一瞬间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就像是一盆冰水 忽然就浇到了李天命的脑袋上 整个人当场冰凉 消息来自银沉 他用最焦急的语气说 回来 妹妹 危险 他说的妹妹 是李清雨 李天命心情大乱 李清雨被保护在九龙地葬内 这里的安全指数并不比天宫神界差 甚至天宫神界还可能有秩序天族卧底 这里都不可能有 他怎会危险 李天命本就准备回归地葬 听到银沉提醒后 他更是直接打开地葬大门 和叶凌峰一起冲入其中 是干 干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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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沉连说了好几个干字 显然处在非常愤怒的状态 余子谦 李天命直接愣住了 从银沉的表达来看 意思就是 余子谦造成了李清雨的危险 明天不及时 积出现在的脑袋